各位好,欢迎回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这次继续探讨Linux的机体管理 那这个机体管理呢 它难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你需要对计算机结构 还有不然说有很多的机体配置器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像slope, slab, slab 然后注意到这些机体管理器呢 它的存在可能它的历史 它的存在的这个历史背景 可能你想像中久 这个东西就我之前查到的材料 说大概有40多年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40多年的演变呢 其实它的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麻烦的地方在于说 因为我们现有的系统 在某些程度来讲必须要向下相容 所以这样一个向下相容的一个前提下呢 导致说呢 你不可能永远只看最新的 你看最新的时候呢 它会跟你讲说 比方说1980年代 这个机体配置器怎么设计啦 比方说slab 1980年代的slab 它有什么样的考量 那slab呢又是改善了1970年代的slope又做了什么事 然后呢综合这些东西考量 然后也考虑到这个现行系统的复杂 所以有引路的slab 所以你看你光搞定slope slab slab 光搞定这几个东西你就可以 花很长时间了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过程中呢如果你想要 让这个 linux的运作呢 你要想去追踪这相关的运作啦 知道它的背后的原理呢 甚至要可以知道说 process啊跟自信的样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你在意的议题叫做记忆体 但是呢 你这些背景这是需要的 那在linux核心设计这个讲座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章节在探讨 linux的process啦 linux的threader啦 那这些东西呢 一样也是跟虚拟 就是跟记忆体有 记忆体管理有关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当然就说 包含说虚拟记忆体啦 实体记忆体啦 包含说你可能知道的是MNU 那这些行为呢 也是高度相关 然后再来是说在 呃 记忆体映射的部分呢 记忆体映射的部分呢 听起来好像很单纯嘛 你可能知道有NMAP 但是呢 情况绝对不是只表面上的意思 意思那么单纯 我们要去思考议题在于说 好 比如说这个实体像是连续的 但是我对应到虚拟记忆体呢 往往它可能是 它则这个线性 但是 对应过来的时候 到底是一模一样的对应呢 还是 比方说一段连 看起来线性 看起来是连续的这个虚拟记忆体 那这个东西 对应到实体记忆体的时候 会不会是好多个片段 有没有可能说 这个好多个片段 它是 它是像那种组合漏一样 就是那种 挤压跌合出来的 有没有可能有这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是说 除了从CPU观点去看 那如果说我们从硬体周边的观点去看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重新拼凑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奇妙的话 给你看另外一个东西叫 IOMU 那这个IOMU出现了非常之久 然后这个东西在你看光是看这些Google的搜寻结果 你就发现说 它绝对不是表面上这个意思 注意到它的全面叫什么 叫做input output 然后在后面是你熟悉的MU 所以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在虚拟化建设看得到 然后它在像是 比方说我们探讨到CPU的时候 也是跟什么 跟IOMU有关 那这样的一个议题 都会导致说 我们在探讨 机体配置的时候 都要很多面向去看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多核 那多核你要去看的东西就是 UNA跟Numa这些相关的部分 然后因为要探讨一些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座 我们想要试图去归纳 归纳这个整个机体发展的变化 那注意到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机体管理 很多时候呢 其实跟Linux 不是只有Linux专有的 而是在许多的作业系统 其实就已经存在 比方说Linux这个虚拟机体 如果你对作业系统的发展 比较有概念的人 你可能会知道说 像这个最早 最早这些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种虚拟机体的管理的机制 其实现在的设计呢 很多时候是跟一个 作业系统有关 它叫做CNU Mark 就是CNU Mark 麦克克能 那你会看到说 它里面的这个Virtual Memory 这个Virtual Memory的设计呢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这个八年代呢 这个Mark提出这样的一个 Virtual Memory的设计 这种针对这种Pageon的设计呢 其实影响到很多作业系统 从1980年代在Mark 麦克克能发展之后呢 这些机制的被移植到哪里呢 被移植到4.4BSD 然后Linux虽然不是直接 从BSD演化过来 注意到Linux跟BSD 其实是完全独立的一个作业系统 但是有很多设计 包含说像这种Pageon 包含这一系列的这种虚拟机体管理呢 其实Linux也是很大幅度去 像这个BSD 4.4或是后续的 像其他的BSD去交叉参照 当然最后Linux已经走出一条完全的路了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今天探讨机体管理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无可避免会看到 一大堆类似这样的一个历史典故 你绝对不能只是看看 就是因为这背后的一些考量点是很多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光是讲虚拟机体管理 就要考虑到很多议题啦 包含说MNU啦 TLB啦 Page4啦 Caching啦 这些要考虑进去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就是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 我们称呼叫做Lazy Allocation 就是说其实呢 这个东西在我们 一样在Linux合力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讲一个另外一个讲座 讲这个Schedule 讲Schedule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讲到类似的状况 什么状况呢 就是我们的需求是 人类需求总是无限的 就是总是非常大 但是实体资源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要怎么把 很大的需求 描述不完的这些需求 对应到实体有限的这个资源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注意到Lazy Allocation 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在这样 就是说 好比方说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假设你其实一个 假设你一个学生 那你想 其实呢 你想想看 学生的责任真的蛮大的 有时候想想 学生的责任真的比老师还大 老师有什么责任 我们先不讲 但我们先思考一下学生 学生的话就是 你看学生要升学 对吧 教育改革这怎么改 在台湾无可避免就是要升学 如果没有升学这件事的话 最先崩溃的绝对不是老师 最先崩溃是家长 没有升学这件事 我干嘛送小孩子受教育 对吧 很多时候家长送小孩子送教育 不就是为了我能够用一张纸 用这个成绩单 遣灭 注意到用的词 遣灭多少其他同学 对吧 就在华人的世界 往往成就感是怎么来的 其实不是你多好 是你杀了多少人 遣灭多少人 好 那所以你要思考一件事 那学生的味道满足 这些作为学生 要满足家长 对学生歼灭其他同学的期待 所以要花很多时间 去从考古题 花很多时间去揣摩 考题在做什么 花很多时间去研究CP值 要考的科目实在是太多了 你就问教国文的老师 教英文的老师 教数学老师 请他说 请你考一次台大医科给我看 告诉我该怎么准备这个科目 其实这些老师多半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能够考上台大医科来教你教个屁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多半老师只能教你一个科目 他没办法教你说 同时准备那么多科目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学生的期待用的都是这样 除了这一外呢 除了这些学课以外 你要知道学生期待是很辛苦的 什么德字体群美 你没这样解说 没有 还是什么课外表现什么的 这个我想这个有经历过这些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的这个学生都知道 这个你除了原本的学课 你还要好多事 什么服务学习的 那助识的 这多了跟什么鬼一样 那你可以开始思考一件事 其实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呢 至少台湾学生就学会 Lazy education 对不对 先答应 但是我实际上要做的时候呢 再说 对不对 这个其实呢 这个说真的 这个我们华人里面 有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 讲的机体管理呢 其实就跟你我的生活都一样 我们总是先答应 先答应了之后呢 再看怎么去旅行 那只是说在旅行过程中 有可能会遇到这个 叫做overcoming的状况 这也是我们在探讨这个机体管理的时候要去思考的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要去思考说呢 考虑到不同的这个计算机结构 这个架构上呢 我们这个 柯筒里面要怎么去配置机体 注意到 这有一系列策略 注意到 我们讲的是一系列策略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讲座 当然 我们不可能在第一个阶段 就把这个 这些议题都涵盖 我们其实一次只能讲一点点 所以注意到我们今天的标题 上面是有个1的 有1就会有2 有2就会有3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讲完 反正我一直讲一点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再继续看就是说呢 在 坑统里面呢 有好多个API 比方说有 vmalloc klog kmaloc 然后甚至如果说 你去看一些档案系统 比方说 比方说他会使用什么 kz kzallocate 反正说 会有 在Linus坑统里面 就存在好多的 memor allocator 注意到一件事 这些 allocator的存在 其实呢 都有很多的 不同的这个思考点 好 然后再来是说 你在坑统里面呢 可能看到什么kman cache 然后还有各样的一种share memory 注意到 我们讲share memory 它是一个通称 其实不存在 真正一个实体单元 叫做共享机体 注意到 共享机体 它是一个概念 其实你如果去看硬体的架构呢 其实这东西 往往是在描述硬体架构 描述一个 软体的设计 描述一个系统软体的时候呢 我们出现了词 注意到 这是一个通用词汇 其实这个 就是说在实体上不会有一条 如果说打开电脑 不会有哪一条memory 它上面就跟你讲说 它叫做share memory 不会 那我们今天讲 kmanoc 什么kz 或者说memory cache 反正注册这些东西 它这些有各样的kernel API 它到底管理是怎么回事 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会知道有个东西叫swap 要注意到一件事 在第一版的unis 也就是1969年 整整50年前的unis 它就有一个东西叫swapper 注意到这个东西很有趣 有另外一个东西你一定知道叫做 叫做fork 那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在这个1969年的这个第一版的unis 它其实就有swapper跟这个fork 这样就是fork是系统骨架 那swapper是unis作业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这个swapper呢 其实某个角度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跟作业系统的排成有关 也就是说我在排成的时候 因为在1969年那个年代的那个作业系统 它其实你可能知道那个历史故事 就是在pdp7 注意到不是11 是pdp7 最早unis是在pdp7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比较小型的 主机上 大型主机上 注意到 这个 今天讲话都很难讲 叫做迷你电脑 注意到这个迷你电脑是很大的 注意看那个图片 这个我们虽然叫做迷你电脑 你有没有发现说 其实有时候我在大学教室有时候困扰 你看椅子是那么大的 就是说不管那个东方人也好 西方人也好 东方人身高跟西方人身高当然是平均是不一样的 但是椅子不会差太多 注意到这件事 所以你看到这电脑有多大 这电脑很大的 你自己想看那个比例 这个比例至少比我家的电闭相当都还大 而且你以为这样的解说没有 旁边还有电脑的 然后除了使用这个电脑 其实你需要别的 比方说这个像那种telotype这种东西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这么大的电脑 它在分类上叫什么呢 分类上叫做迷你电脑 我看搜寻到哪去 pd7 注意到它在分类上称为叫什么 叫做迷你电脑 虽然它比你家的冰箱 绝大多数朋友家里的冰箱都来得大 当然除了你家的冰箱是 是那种专门的工业用的 或者说你家是开餐厅的 那种大型的冰箱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这台电脑 pd7是叫迷你电脑 它很大台 而且它很贵 注意到看这个数字 这个是美元 它是7万美元 天哪 这什么数字 那当然这个 你也知道为什么这个价格怎么来 就是物以稀为贵 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这个 第一版的unis 它是建构在pdb7上 那pdb7它的机体策略很奇怪 就是它的机体策略 其实是很有限的 也就是说我在程式运作的时候 往往能用的主机体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假设有ABC三个任务要执行 那swaper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它要把当A要切换到B的时候呢 我就要把A透过swaper把它放到disk里面 或者放到一个我们可以保存当时可以储存这个process内容的一个空间上 一般来说是放到disk里面 然后呢同理就是说我如果从B切到C的时候也是一样 要把B切内容放到disk里面 然后再从C把它还原 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过网呢 这个至少在第一版的unis它要切换 其实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就是往往这个swaper也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实际上系统能用的主机体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要做swaper 那当然后来unis发展其实改变很多 甚至在后来linus的设计来讲swaper这个东西已经不见得需要存在了 就是像以前的unis的swaper是必要的 但是在后来在linus再讲swaper甚至可以关掉 甚至像我们的系统设计 比方说以你的手机来说很可能它的swaper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不管这个swaper是用什么面貌存在 就是有一些概念是从过去到现在都是通用的 比方说这背后swaper的运作机制会涉及到这个像pageboard 就pageboard处理然后再来是说swaper的这个运作呢 其实它可以反映到我们在现行计算机结构的一个什么 一个像虚拟机器管理啦 那发生说它的这个怎么去对应这些地址啦 然后再来是它的一些空间 比方说你会需要一个secondary storage 就是这种不管是disk啦或者其他的 那有些作业系统甚至它可以用网路来做swapping 听起来很天方夜谈 但是在1980年代的那个CMU Mark 其实他们就做各种事 那总之呢在我们这个讲座也会希望来探讨 发生说swap怎么运作 那再来是发生刚刚提到这个all commit 这个其实all commit这个就是lazy allocation的一个具体表现 那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尝试在linux上去实作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讲座 因为我们讲座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整理吧 就是我们助教会帮忙剪接 就是那剪接完之后呢 欢迎你就是看着我们的操作 尝试在自己的电脑上 不管是透过虚拟机器啦 或者说你再把linux安装到你的电脑环境中去做这个实验 那你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你观察中会发现有趣的事情 比方说你会发现程式码运作 就是你看linux的程式码跟实际 可能会有些出路 那这个出路是怎么来 往往你发现出路的时候 就是你有学习上可以突破的时候 然后再来是有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因为linux在很多领域获得一个爆发性成长 不管是手机啦 或是说那种像云端的应用 以云端应用来讲的话很有趣 云端或者超级电脑市场很有趣 从2018年 从2018年开始算的话 这个世界上排名前百 前50名的这个超级电脑 百之百都运作linux 注意到以前microsoft还是有0.13的百分比 你知道什么叫0.13 就是500台超级电脑 也许有一台是这个跑windows 注意到从2018年开始 百分之百都跑linux 所以你会发现说 linux在超级电脑 它获得一个巨大成功 然后呢在云端的世界 当然我们知道云端世界很多 那里面很多厂商 比方说这个Google啦 AWS啦 Facebook啦 包括说microsoft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云端的厂商 那这些厂商呢 很几乎 好注意到几乎都拥抱了linux 当然不见得是百分之百使用linux 但是他们都拥抱 那拥抱linux的时候呢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会需要一个huge memory huge memory在字幕上意思就是说呢 它的需要的机体空间呢不是平常的电脑 你去思考一件事像我这台手机 我这个转自的这台手机 那它是用这个联发科的晶片 那大概是三年前的那个三年前的手机 然后它配置到的机体呢 就大概是2G啦 或是4G 就是三年前规格来讲 配置到4G的这个机体就很多了 但是如果说你看说像去年啊 去年开始的这个2018年开始 那6GB空间很可能就是基本款 然后注意到呢我们讲这个huge memory 它比这个大多少倍呢 其实没有大多少 注意到这个huge memory跟一般我们讲这个 像手机啦或平板啦这样的一个 它不是差异在多少倍 所以其实也没有说huge memory就是 就是就什么100T啦 那么大的这个主机体不是 而是在于它的机体的阶层 机体的结构 还有它相关的扩充性上面 这个我们再之后来探讨 然后在我们正式探讨前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刚好是在这个4月10号嘛 而且4月10号是一个在人类的科学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透过四件世界的计划 就是把这个世界上很多台电脑 不是电脑 世界上很多台这个天文望远镜 把这些成果汇清起来 然后透过非常大的这个数据的分析 然后人类的首次呢这样 首次看到就拍摄到这个 黑洞的密码 然后对我来说呢 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因为其实换个角想 0.0的机体管理就像黑洞 其实多数的时候 人们呢对机体管理是没有概念的 像我刚刚讲 你写程式的时候会一天到晚去管 其实不会 你写程式的时候会去管说 这个Nazel Cache到底它对我写程式影响 其实多半时候不会去写 顶多呢比较有经验的工程师会知道说 这样子写对Cache是friendly 所以我去写 小帮琦写出一个对使用Cache比较友善 比较有效率的一个写作方式 但是你往往是不知道真正的Pageant 你也不晓得说 在这个比方说TLB Miss 我这样写程式来讲会导致多大TLB Miss 你会有概念 你会有一个定性 就是说你会知道 这样东西比较说你可能知道Locality 你知道这样子写程式Locality会比较好 另外一些可能会比较差 但是你没办法在不执行状况下 直接用脑补直接幻想 想出它就是明确就是百分之多少 你往往是讲不出来的 即便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 都说不出一个说意来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它涉及到计算架构的一个考量 就是不同的计算架构它会有出入 而且就算同样的计算架构 还要考虑到它在什么样的条件 它在很细微的时候 尤其在多核的时间 你要考虑到这上面到底爬了什么具体的应用 如果你不能知道这些前提 其实往往很多时候你就瞎掰了 这个是在我们现在 记忆体管理是非常困难的议题 然后再来是说像刚才提到 就是说在现代电脑那样 往往它是多核 而且这多核呢 还可能是一直多核 不止处理器它是 它是不等价的 不对称的 往往连记忆体的排列 记忆体的配置方法 也是不对称的 所以这些资讯都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复杂 那更麻烦的地方还不在这里 更麻烦的地方说像刚才提到 这个Share Memory的时候呢 这个简直很有趣 比方说像我们刚才讲的GPU CPU跟GPU有些机体是共享的 那有更多的地方是不共享的 所以我要去想从不共享的到共享的 共享的到各自不共享的地方 我要怎么确保它的这个资料的一致 还有说我在读写会不会有说 我读到的资料总是旧的资料 有没有可能这种 有 所以这些东西又跟什么 又跟Memory Ordering 有很大的观点 然后这些东西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实最复杂的东西在哪里 你家最复杂的系统 也许就是在你每天用的手机上 以我这个手机来说 它能够有CPU 有GPU 这个你不意外 然后它会有一些DSP专门去处理什么 跟这个讯号有关的 好像你的声音影像的 一些加速器 然后甚至你会看到一些比较新的手机 它有什么AI加速器 然后还有一些是跟这个密码学官 比方说我像我这只手机 它有什么 它有这个指纹辨识 那注意到的指纹辨识呢 里面它就需要一个额外的晶片 那这些东西呢 对不起 这些东西 其实它的这个切割划分 就非常复杂 当然也因为复杂 所以才有意思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尝试要带着大家 去 绝对不是揭开黑洞的这个面纱 不是 而是说 我们从好几个面向 就像画面中看到这样 我们去思考 我们最终的 其实最终的机体管理 就像一个黑洞一样 最后就是一个 一个很复杂 然后很多东西都被吸进去 但是不要太担心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比起 从多个面向 所以我希望带着大家去 从多个面向去思考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有一个手段 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边有一个手段是这样 就有一个东西叫 学习金字塔 所以就是说呢 我希望带着大家去思考 对方是说呢 我们在这边 除了让各位去聆听啊 让各位去看这个相关的参考资料 然后呢也提出一些 掏出一些问题 那你会去稍微去想一下 然后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去看一些 跑一些小城市 透过这些小城市 透过这些工具 让大家跑跑看 那你过程中可能去想 想说这到底怎么发生这回事 然后呢也许呢 听这个讲座之后呢 你开始去下载 对应的一些 开发套件 对应一些分析软件 那接着来做什么事情呢 设计一些情境 那这个 如果你有办法做到这些事 其实这个对各位理解 理解这整个黑洞 注意到对我来讲 真的就是黑洞一样 那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这边呢 我们改编制一篇 这个对岸有这个网友 写了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然后他就是说什么 就是他说五分钟 可以让你彻底高通 一直没有明白的 吝啬记忆体管理 我觉得这个标题有点怪 不过我们就花更长的时间来介绍 好 那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关于记忆体呢 我需要知道什么事 就是说你要知道 记忆体怎么去印射的 然后记忆体管理的方式 然后再是Page Vault 注意到 Page Vault 你绝对不能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看待 等会儿再细讲 但是要注意到 记忆体的管理过程中 Page Vault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往往呢 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讲说 写程式效率 其实也对这个Page Vault 就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然后我们来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说呢 如果呢我们从这个Process来看 好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Process是在传统Unis 一个很重要的抽象层 就是我们称呼叫Obsession 这个Obsession 我们去思考一下 做一种提出来 在干嘛 做一种提出就是来解决人类的问题 人类有什么问题 人类发展电脑 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计算 所以为什么电脑叫 称为叫Computer 因为最早的功能就在做计算 当然注意到 Computer这个词最早是在讲计算员 他是人 就是一堆那种 一堆数学家 一堆算数的人 去计算那些什么 我要投弹 比方说要 美国的飞机从关岛起飞 然后呢 我要去投弹 比方说就是 从这个什么 投弹到中途岛 投弹到东京 我要怎么去 在什么样的速率去飞行 然后我要 俯冲要什么角度 然后投弹之后 什么时候要离开 就像那个 可能各位有听过的故事 就是那个像 那个 我们在电脑科学界看到 这个很知名的科学家 叫Monoyman 那Monoyman呢 其实有参加过什么 曼哈顿计划 那那时候呢 曼哈顿计划 大家也知道 最终呢 就是要的嘛 就是要让日本 提早结束它的战争 因为虽然日本呢 在这个1942年 中途岛海战之后呢 其实败向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呢 这个 美国的这个资源耗损 其实也是蛮近的 虽然这是国立战 就是说 希望从1942年 就知道日本 已经会失败 但是说真的呢 日本这种 军阀是太可怕了 喊出什么 遇税 对 这个 在这个塞班岛 那个什么 硫磺岛之后呢 这个美国呢 就感受到很深了 这个塞班岛 硫磺岛 其实美国就知道 这种遇税的 这种风险很高 所以呢 这个 John Von Neumann Von Neumann 被赋予了一个很大的责任 就是什么 就是去研究 就是研究这个 这个 核弹 不是只有原子弹 不然说后续的这个氢弹 在发展的过程中 我要怎么让它变得最有效率 当然这个你会看到一堆故事 那其中有个 有个故事很有趣 就是 到底要在什么高度 投原子弹 才能让 整个损害 就是 这当然是这个 振折人性的损害 做到最大 也就是说 我今天投弹 不是有原子弹会 这个 核分裂就好了 不是为了这件事 不是让它连锁反应就可以了 就是说 我要在什么高度投 所以后来那个 John Von Neumann 他透过他自己的计算 注意到 他是用计算来的 手算 他透过自己的手算算出 在某个高度投放 就是不要让原子弹 在这个什么 在碰到地表的时候才爆炸 也要在 航美到地表的时候 爆炸 而且他算出那个距离 那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 他当时是能够用手算的 但是后来 这个 Mont Neumann 在做 参与这个 清单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他没办法手算了 因为那个 投荷量是非常巨大的 那这件事还跟后续的 这个 连锁反应有关 那相关的 有关的故事情 你去看一些 查过去相关的材料 那回到刚才讲 那个电脑 他其实就要解决计算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过 作为系统存在是一个Option 因为 以前如果说 只是做一件事 做一个运算 比方说 原子弹的运算 这是OK的 那如果是清单的 清单的一些 连锁反应 这也是OK的 但是我今天要做多笔运算 就涉及到问题了 我今天要做好多运算 你说你的运算重要 我也说我的运算重要 而且 有的计算还是有 相应性的 也就是说 我一定要A做完 才能够做B 那有些部分呢 有可能是 不相应的 那你想 不相应的 跟相应的 我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我们后来就 发展一个作业系统 他去管理这些资源 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作业系统对于电脑 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在于说 它让真正使用的人 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 那以Process来讲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Unis作业系统里面最基本的抽象 它抽象什么是呢 就是使用者 要怎么去存取到这些资源 不管它是网路 不管它是终端机 不管它是机体 不管是CPU 都把它抽签下来 好 那Process来讲的话 它就 它其实看待机体怎么看呢 它把机体切割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核心模式 可以看到这个核心模式 然后再次使用者模式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核心模式一般来说 注意到是一般 一般来说 它会占据高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图战化 因为它占据高位置的地方 然后在使用者模式 所谓的User Mode 使用者模式 就会占用比较低的位置 然后这个比例很有趣 以32元来说的话 32元的架构 它的定值空间是多少呢 它的定值空间就是 2的32次方 也就是4GB 叫byte 所以就说 我Kernel Mode加User Mode 加起来要是4GB 所以它就有一些切割方式 它是1比3的切割 1比3切割就是像画面都看到这样 Kernel占1 User占3 但是有时候 我也会用不同的切割方式 比方说 Kernel占2GB User占2GB 这个东西叫2加2 所以你看到 会有1加3 会有2加2 你说 有没有说3加1 注意到 3加1就是Kernel占3GB 然后User占1GB 有没有这种东西 有 不过最后一种组合很不常用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我们做一些东西来干嘛 在解决问题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电脑科学 很多人说它不是科学 我也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往往电脑都是先解决问题 先有实际的工程东西被解决了 才去发展相关的科学 绝对不是先有科学再有工程 所以你看到如果你的Kernel占了3GB User只占1GB 表示说你User能够配置的空间 能够使用的资源是很有限的 这往往违背了什么 作为系统的使命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只会用1加3 或者2加2 那很好奇说什么时候会需要2加2 注意到 手机就会 为什么手机会需要2加2呢 其实手机来讲真的是很有趣 我一直想开一门课 就是开这个什么 开这个 就是我7年前到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最想开的课就是教大家 怎么运用西语言 这是最想开的 不过你也知道 你在研究所开一个什么 基础西语言 这个不要说学生不愿意给你开的 其实连西班都说不能开这种课 西班说不能在研究所开导论 不能在研究所开西语言的课 他们从来没看过 所以不准我开这个 那我就退而求其是想要开什么 开跟那个手机有关的课 不过因为那时候我跟联发课有些合约还没有 就是有些保密合约还没过去 所以开不了 不过很幸运的是 这个终于过了好几年 过了好几年 我终于这个保密合约终于过起了 所以有些东西我可以讲 那就是所以我就后来有个讲座叫做 手机里头的按处理器 所以这个讲座在2017年就开始 那这个讲座就是来探讨 就是说整个手机的运作 但是我们还是讲这个按的处理器部分 然后刚才回到这个2加2是怎么回来 你要知道一件事 手机里面有很多东西很难 比方去思考为什么需要2加2 某些状况为什么需要2加2呢 因为你要想好像1比3是比较合理 对不对 我让使用者层级有足够多的机体资源 所以我今天要做多工啊 多执行区啊 多多行程 这都是可惜的 但是为什么需要2加2呢 它就在于说比方说你有camera 注意到 像夸康的手机呢 就有这样的设计 夸康的手机在好几个系列 它就会说我Kernel也配置到2GB的空间 那这2GB的空间来做什么事 就是说比方说你知道像那个相机啊 要其实要做很多处理啊 有前处理有后处理 所以它都需要很大的buff 那往往呢 我们会希望说 如果是camera资料 就是你照相机拍出来的东西 我不会希望说Kernel处理完 再把这很大的那个照片 然后你知道拍一个照片 可能随便拍一个照片都是4MB 或是有可能会更大 看你的解析度不一定 我们不会希望说从Kernel 搬一个4MB的空间 从Kernel搬到UserMode 我们不会希望这样子 毕竟这个搬一个成本很大 但是我也不会希望说随便呢 就让User呢 直接读到Kernel那一步的东西 因为万一改到不该改的 或是改到边界 就是buffer overflow 我们遇到这种事 我们也不乐见 所以呢 在往往呢 像这个考虑到camera这种处理 注意到手机里面 你虽然以为手机最重要的功能是上网 搓 你光有很好的上网是卖不了的 你看iPhone就知道 iPhone用的Modern 往往它不见得是最厉害的 但是iPhone里面用的的camera 这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你要去思考 像智慧型手机呢 很多时候卖一点的就是camera 所以你要去思考说 camera这种东西难就难在什么 它的资讯量是很庞大的 然后呢 而且它不是只有截取资料 它要做一大分析 就像那个什么 MANG 对不对 就是像我老婆跟我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老婆有一支iPhone 她有一支OPPO手机 OPPO手机也是跑联发科的晶片 然后呢 我老婆两个手机都玩过了 她玩过之后她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她发现还是OPPO手机好 我就说 你怎么对联发科的晶片这么有大的爱 你知道吗 很多人 很多联发科的工程师是不用联发科的晶片的手机 但是好奇我老婆为什么讲这句话 她说 因为OPPO的手机 它的什么 美肌 它的一些 那些整个后处理做得很好 所以让它拍照拍得很有 很有信心拍得很开心 这些事很重要 但你想 它背后设计的东西可复杂了 因为我们刚讲过了 你要做这种美 美图秀秀 美肌 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处理 其实都需要非常大的资料量 以这个美图秀秀来说的话 你拍一张图 一张可以让你觉得拍得漂亮亮的图 它往往需要怎样 它需要16张甚至跟200多张的照片 去怎样 重新组合 重新挑出里面 这个特色的部分 所以它透过一堆照片去修饰 你可能认为不好的地方 它不是只靠一张照片去 它只靠很多张照片 挑出 调出够好的 或是从不好的 跟好的地方去结創补短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看到什么防手震 或是美肌 美图秀秀 这种需求 这是一个刚性需求 而且这个东西也带动了 Edge AI晶片的使用 所以包含说像 华为 或者像台湾的耐轮 这些公司 它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会投入很大的Edge AI 去靠这个部分 注意到 这件事回到刚才2加2加2的 你就大概知道了 所以导致说 我们其实要处理这个资料量很大的 你千万不要小看说 我不会只是上上网拍拍照 不要小看这事 什么叫上上网拍拍照 你干脆说我活着只要干嘛 活着只要开心 拜托这件事多难 以你要拍照来讲的话 你的kernel 就需要配置很大的一个缓冲区 所以为什么需要 会有2加2的模式 就是因为kernel 有非常大的缓冲区 它要去处理 然后除了这以外 kernel要配置一个空间 要跟使用者共享 但是要做一些保护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 如果是在64万元架构 整件事会更复杂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32万元架构下 它的定值空间是2的312 14MB 但是64万元架构 其实很麻烦 64万元架构来讲的话 其实麻烦的地方在什么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东西叫 它不是定值到2的48次方 它是会定到48个bits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去搜寻64 bits 48 bits 的话你会看到什么 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 跟你讲说这样的东西 比方说X8664 对显然是64万元架构 但是它的定值空间 很可能会被缩死在48 bits 就是因为考虑到 可用的范围 可用的范围 那所以您看到说 像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限制 就是说 其实它的 它的 原本是4GB 所以它是2的30次方 然后 然后它其实呢 真正呢 48 位元的这个Virtual Address 其实它是这样 它是2的16次方倍 就是 2的16次方再乘以什么 4GB 那这个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考量呢 会让怎么 让整个系统变得很复杂 所以注意到这个事情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思考下一个议题 再说呢 使用者模式到 客户模式 它中间这个切完是怎么发生的 一般来说呢 就是透过软体中断 或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系统呼叫区来去达成的 所以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使用者层级 在这里 使用者层级的程式执行的时候呢 都会有作用 一开始就会配这个空间 那当然不够的话 你可以去 去索取 比方说你可能知道就是 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 SBRK 你可以如果 呃 配置空间不够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这种SBRK 或者说BRK 去变更 特定的区域 注意到它不是每个区域都可以变更 它是变更特定的区域 比方说 你会在 在这个MainPage 可以看到它是变更的是什么 是DataSegment 注意到它今天变更的是DataSegment 然后 这个BRK也好 SBRK也好 就是我们通常就拿来实作什么 来实作Maylog 所以你今天去在配置记忆体的时候呢 其实它底层是对应到 SBRK这样的一个 系统呼叫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我要从使用者的层级到Know Mode 往往是需要什么 透过系统呼叫 或是软体中断才有办 达成 那当然也有可能 另外一个状态是 我不是由 User Mode的程式主动去切换的 而是比方说硬体的中断去发生的时候 比方说Time Intra发生的 比方说网路的中断发生的 那像这种中断发生的时候呢 就会有个中断处理 一个什么 Intra Handler 或是我们称为叫做ISR Intra Service Routine 这样子去切换到Know Mode 好 那我先不款这个部分 在这个Linus核心设计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 不好意思 我忘记名字叫什么 我看一下 在Linus核心设计里面 我有个东西叫做 中断处理和现代架构考量 我们有这个 这个 这个子议题 来谈到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只看User Mode 的话呢 User Mode也会缺一个不同的区域 做不同的用途 所以你看到 假设呢 注意到我们 我们这边画的图是以1比3 1加3的方式来算 所以Know占了1GB空间 那User呢 就占了剩余的3GB空间 注意到我们今天来讲 User是很多的User 他绝对不会只有一个User 他是User Mode 但是不是只有一个User 那肯定有好多个User 或是同个User 但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Process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画面中可以看到说 会有这个Stack 会有Heap 然后会有一些地方 是Map Region 有这个BSS Data Tax 那其中BSS Data Tax 这东西又分别对应到什么呢 对应到 一个城市里面的什么 一个城市里面的这个 执行党的样貌 然后这个东西呢 请你一定要参照一个 就是在我们另外一个讲座 叫做你所不知道西语言 然后在你所不知道西语言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直讲座 叫做 叫做 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韩式库 还有这个 连结器和执行党资讯 那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就是说如果你要了解 记忆管理 你必须要从这地方去 着手 如果你不从这个地方着手 你往往怎样 会不知道我们在探讨什么 所以比方说你要知道 不同的Section 像刚才讲那个 Data 或是那个Text 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 然后再一次 各 就是我们讲这个 像这边 就是这个 有Data 然后还有 像一些 像 你没看到混多 就在那边讲Text 注意到这个Text 不是文字 Text 就是讲真正的那些Machine Code 那些CPU 刷学 所以呢 你会需要 对这些东西 也要有足够的概念 否则你会没办法前进下去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在Curnal Mode 其实也会区区跟不同的区域 好 比方说这个会有一些 比方说 实体 记忆体的一些 这些 那些Page的Frame 然后 然后会有些什么VMetal 可兰 一些 比较 长期保存的 之类的 好 然后 所以我们要有个 这样一个认知 我们花这些时间 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告诉大家说呢 其实我们要从 一个Process的设计 它的那个 就是 作业系统的设计 它的考验点在哪里 我们都还没有讲到 记忆体的映射 我们也还没有讲到管理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一开始 是从什么 一个抽象 这个抽象就是 在UNIS的世界来的 就是Process 当然 对应到Linux来讲话 具体来讲 还有更细的一个方式 这个在我们之前 不只是 执行单元的Process 这边有跟大家探考过 我们有探讨过 像Chrome 系统互交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设计 它有一些 Linux特有的一个机制 但是不管抽象怎么设计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具体来讲呢 它有更细的一个切根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探讨的地方就是什么 像这个Stack 这个Heap 包括这些MarioMap 这些segment 到底怎么去发生呢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 看看更细的东西 叫做地址 然后在这之前 我们休息一下 好 然后 我们继续来探讨 在Linux里面 记忆管理 非常一个关键的议题 就是整个定值 那讲到定值的话 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电脑的设计 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什么 Logical Dress Linear Dress Physical Dress 注意到这个电脑发展是有很多这个变革 其实在意的点都不同 然后如果说你对电脑历史比较有研究的话 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架构很奇怪 比方说呢 PTP-11 这东西实在是太奇葩了 一定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这东西奇葩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 PTP-11 它有MU的 然后呢 这个叫 那我看一下这个 MU叫什么名字 突然想不起来 这个完全是有MU的 PTP-11 它的MU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个叫这个 KFT-11 要看这个 这个是选购的 不是每个PTP-11都有这个 然后它有个东西叫KFT-11 注意到这个PTP-11 是当年那个Digital 就是这个 一个曾经一段时间的一个 电脑的霸主 在这个 Intel 在成为现在的霸业之前 这个其实Digital这家公司 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PTP-11 一样也是一台迷你电脑 注意到哈 你不要被这个照片骗了 这个 这台电脑是很大台的 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就是基本上这个东西多大 大概就是 你可以想说一个 一个 一个 冰箱 对就是 因为有的冰箱比较小 稍微小一点的冰箱 就这么大 它其实是很大的东西 只是拍照拍起来 让你觉得好像很小 你要去想一下 其实其他电脑摆起来 是看起来很小 对不对 但是摆起来很大 所以注意到那个比例 好 注意到呢 这是Digital当年做了另外一款 这个 迷你电脑 那当然显然呢 它是比PTP-7 来进阶一点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刚刚提到 它里面有一个MNU 它的MNU单元叫做 KTF-11 然后 在PTP-11上面的MNU 它有很奇葩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的实体记忆体 是比虚拟记忆体来得大的 在很多人的认知是很不一样的 注意到 这个年代是什么年代 它是在1979年 1979年的这个PTP-11-23 它其实是这样 我们再讲一次 它上面是有MNU的 然后呢 这个MNU呢 是 它的实体记忆体空间 会比虚拟记忆体空间来得大 这跟很多人认知不同嘛 很多人认知的是说 比方说 我们讲那个什么 Intel架构 那从80386的电脑以后 都有什么 都有这个 可以定值的空间 就到了2的散射次方 然后它上面也显然有MNU 所以我有Virtual memory 我有Virtual address 然后我有Physical memory 我有Physical address 然后它会有个对应 所以你们想 我这个虚拟记忆体定值空间 显然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Intel架构下 它会表达它的定值 实体到2的散射次方 也就是4GB 那那实体记忆体的空间就很难讲 看见电脑有可能只有640K 或者说你的电脑有4MHz 或者其他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Physical memory 可是呢 你会发现说 在当年PDP-11 就有这么奇葩的限制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UNIS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UNIS 就是在这个PDP-11 获得一个发展广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PDP-11 它最知名的软体 莫过于UNIS跟上面的C语言 以及对应的Compiler 好 那回到这个例子来讲 所以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 今天画图画得这样 它是有一个历史的转变 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考量点 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过去为什么有这种虚拟 机体的空间 会比实体机体的空间 来得小的状况 这是在什么呢 其实这没有什么错 它就是一个取舍 我们去思考一下 像刚才提到这种 这样的设计 就是说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PDP-11上 就是有这样的限制 有这样的限制 它注意到呢 因为当时有这样的限制 往往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MU是选购的 所以注意到 在1970年代 其实有很多电脑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特征 千万大家不要觉得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 比方说什么 浮点数运算 你不能把它当作 理所当然的 其实很多电脑 其实是没有浮点数运算的 即便到了21世纪 像我以前做手机的时候 我还是有接触过 某些手机的晶片里面 是没有浮点数运算的单元 你必须要用软体 去做浮点数的 然后同理 在过去那个年代 有的电脑 它的机体管理单元 是选购的 所以导致说 它今天在做 虚拟机体的定值 其实它就被限制住了 因为它的MU是选购的 那它的MU来做什么 来保护 保护这个 特定的机体区段 然后它去做对应 对应到什么 就是虚拟 对应到实体 所以实际上 它能够对应的空间 也是实体的一部分 这样子 这样的方式去对应 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 当时时代的考量 就是因为它要考虑到 它要能够选择性的寒露 选择性的整合 跟移除的状况 但是呢 我们今天来探讨 大部分的架构呢 就很大很大不同了 所以就像画面都看到了 它会有什么呢 它有这个 它会有这个 Directory 有Page 还有这个Offset 那这个 在大家以前学习 这个计算机组织结构的时候呢 应该都会有看到这样东西 那所以 纵观来说的话 大概是分这个什么 就是它会有一个 逻辑上的地址 就是 在我们写成色的时候 会有一个逻辑地址 所以从来到 你知道 你要去管说 我这个比方说像西元指标 我从来到来想 我这个位量 是多少 我的指标要指到哪个地方 好 我实际上 一个 西元指标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 告诉这个 作为系统 好 或者说 我今天告诉CPU 我想要存取 哪 哪一个区域的这个 记忆体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处理器内部呢 会有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 它透过前面讲的这种 Directory Page 这个Offset 算出一个 一个 数值总量 所以都透过这个算出来 好 所以我应该去实际上存取那边 好 所以它是个linear address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MU在做事情的时候 是把这些Virtual memory 好 然后跟Physical memory做个对应 好 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往往呢 Virtual memory它的 空它的定值空间是原大 是吧 实体 空间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 从这个Virtual address Virtual address 就是BA 转换到PA Physical address的一个对应 好 那 实体地址是 就是比较 比较单纯的 这个实体地址就是说 我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在 Bus上 我们的汇流牌上 传输了一个 这个 数位的讯号 所以比方说我们看 CPU跟Bus Bus的观点 CPU跟Bus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 你可以从这个实际图 可以看到 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跟 CPU跟Memory 其实它是怎样 它是 它是不是直接连接的 它其实透过一个什么 透过这个DataBus 所以我们讲实体 记忆体呢 它就讲什么呢 就是说 我实体记忆体 既然是连接到DataBus 连接到这个 连接到这个AddressBus 所以我其实就是说 我实体记忆体 那我们采用的 如果是Rain的话 就是Rain AssessMemory 那我其实就是看出什么 它的 比较 高的位置 比较低的位置 或者中间位置 那我就会对应 各自对应到不同的 AchesBus 那我们去传递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DataBus 这个地址的数值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实体的 可是呢我们刚刚讲 那些虚拟的东西在哪里 虚拟的东西都是在CPU内部的 好 所以帮忙讲那个MNU 其实都是在CPU内部的一个什么 一个对应 好 所以蓝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我们在 Physical Memory 看到东西呢 是货真价值的 就是说 你不管是存取它高的位置 低的位置 中的位置 好 不管是连续的 不连续的 不管你要存 不管用什么方式存取 好 你只要是Rain Assess Memory 它就是在Bus上传递这些数字 好 传递这些数位讯号 可是呢 在CPU里面讲话呢 它有个Virtual东西 好 所以Virtual东西一定要通过MNU 做个对应 对应到什么 就是就像那些 插个表格一样 你要去知道说 它对应到实体上的 是对应到什么 好 好 然后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去思考 所以这个MNU呢 其实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有一个词呢 叫NPU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emory Protection Unit 跟MNU 叫做机体管理单元 注意到很多时候 人们都会把这个东西想的很像 其实不难 NPU NPU NPU是讲什么 它就是保护特定位置 所以注意到 它的动机是保护的 但是MNU呢 它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Translation 它把什么 Virtual的东西Translate 就是转换成 Fysical 所以 再可回去看刚才那张图 我们讲的Fysical 是什么 是实际上在Address Bus 在Data Bus上 实际看到 看到它具体的地质在哪里 但是 某些东西就是在什么 生产在CPU内 所以呢 MNU呢 就有扮演这方面的转变 那当然怎么转变的话 就是你要去查一些 计算机组织结构的材料 那我们在之后呢 也会帮大家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如果说 我们再讲这个 IA32架构 IA就是讲这个 Intel Architecture 但是不要把另外一次搞混 有IA32 你有没有IA60 有 但是IA64跟IA32的差异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就这样我们先 先为了简化 我们讲IA32 那IA32的架构下呢 就是说MNU呢 它会涉及到这个 CR0跟CR3 然后特别 不要小看CR3 这个东西很神奇 就是在Intel架构下 其实它有很多 历史的包袱 那Intel架构呢 其实像很多不同的架构学习 你会看到说 里面可能会有些 什么Alpha 这种PDP的印子 会存在在里面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说 我们在机器指令 那些CPU的刷群 它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它其实看到的是一个Logical address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真正的一个储存空间 就是说 我今天今天什么 今天真正能够存取的是一个实体的地址 那这个 就最最终有效的东西 就是说 我在这个Data Bus 或者XS Bus 最后存取到是什么 是这些 这些memory 是实体上存在的 所以 在这个环节呢 有一件事很有趣 有一件环节就是在于说 我们需要一个方式去什么 去不管是Select 去看它的那种 它的Maping 然后才能够怎样 才能够透过MNU 去把它转进到 实体的记忆体要怎么去做 然后Intel架构为了相容过去的设计 像80386就很麻烦 其实MNU这个东西呢 就是 比方说你会听过一个东西叫Protectic Mode Protectic Mode Protectic Mode这个东西呢 不是386才有 注意到你去看80386 这个东西有存在 就保护模式 那其实286也有 注意到 286 80286 其实它就有 可是呢80286的世界很奇怪 我们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东西有多奇葩 这个奇葩的地方是什么 在80286的电脑上呢 一旦你从真实模式 也就一开机就出现了模式 你从Leon Mode 切到Protectic Mode的时候呢 一旦切换就回不来 注意到就是说 你没办法从那个真实模式切换到Protectic Mode 然后再回来 不行 你一旦切换就回不来 但是在80386以后呢 它是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说 它的 它的什么呢 它的模式是说呢 我可以去切换 就是说我的一个系统 比方说我在真实模式上运作DOS 然后呢 后来我要载入Windows的时候呢 我要把什么 把真实模式切换到Protectic Mode 然后我可以执行什么 执行Windows 执行在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保护模式 然后呢 你之后呢 还是可以退回去到真实模式 甚至有个神奇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Virtual Value Virtual Value是什么 在保护模式里面呢 去执行真实模式 然后注意到呢 你会不会发现 整件事有一个怪怪的地方 哪里怪 也就是说 Intel在设计处理器的时候呢 里面其实都有什么 DOS的一直在 而且就是 你也知道 应该知道吧 这叫Windows Windows 跟Intel 然后那地造的帝国 那Windows的帝国呢 一直到今天还是存在的 就是说 它的音响力也已经那么大了 比方说我们看手机 手机里面 Intel的扮演角色就非常薄弱 Intel现在在手机里面 最大的占有 就是iPhone里面的Modern 而不是里面的这个什么 Application Possession 好 那所以它知道一件事呢 你今天在参考Intel 一些材料的时候 其实很痛苦 就是它会有 再讲一次好了 你会看到 Logical Address Linear Address Physical Address 这是这个什么 这是它的内部音色 但是呢 Linux的 Kernel的开发很好玩 它把这个 Logical Address 对应到 Linear Address 也就是说 你不用去特别去区分 Logical Address Linear Address 它具体功能上的差异 你不用去管什么 GDT 当然 你真的要看程式码的时候 还是要懂 但是概念上呢 你不用懂 懂那么多细节 虽然Intel价格那么复杂 但是就是说 Kernel的开发者呢 把这件事简化了 然后注意到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当我们在支援其他的处理器架构的时候 比方说On的架构 Linux支援很多处理器架构 除了On以外 有Mips Alpha 尤其呢 尤其1995年 Linux尝试在 Alpha Alpha工作站 工作站上面去移植的时候呢 就有运用这个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说 我不管是 Linux在 S86上 不管是在On上面 我们的设计相似的 也就是说 我今天去区隔 这个 User Mode Kernel Mode 我今天有这个 Virtual Address 跟Physical Address 但是我们就没有去区别 特别去区分 这个Logical Address Linear Address 我们都没有去区分 把这东西当做什么 当做Virtual Address的一环 也就是说呢 不管今天架构 处理器架构有什么GDT LTT 我不管 反正这个东西 比方说在画面中看到 GDT LTT 这是Intel架构 特别是向下相容 就是很讨厌 这东西 当然这也是Intel 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Intel曾经尝试过 把X86的指定集放弃过 曾经在某些产品 是完完全地跟X86指定集无关的 它就是一个 完全是律师风格的指定 但是这样的产品 其实是失败的 Intel大概有两三款 这种类似这种失败的 市场上不是很成功接受的东西 好 然后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MU跟Linus Kernel的行为 然后当然注意到 我们讲基地管理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接着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就是说 我们在 启动过程中 有个东西叫Bootman 这个Bootman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你可以想念说Linus Kernel 超越2300万行的程式 它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你光看到行数 就是下到厕所 2300行跟2300万行 它的差距绝对不是1万倍 这个差异是非常惊人的数据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启动机体的时候 其实启动作为系统的时候 其实往往要做很多考量 比方说以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支手机来说 就我们要考虑人是什么 诶 比方说你知道 手机里面会有CPU跟GPU 当然 以今天来说 我们不需要解释 为什么手机里面有GPU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十年前 对比的话 也就是十年前 十年前 还有Android手机是没有GPU的 你今天听到会觉得 怎么可能Android手机 竟然没有GPU 有 你说证明给我看 我可以跟你讲出好几支 就是当然 就是你要私底下问我 你不能先来问我 就是 你说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做过 好 那所以你要知道 一个很有趣的这边 即便在十年前 不要说十年前 即便在 九年半前 就是九年前或者八年半前 都还有没有GPU的手机 在市场上卖的很广 尤其卖到印度这个市场 卖的很广 好 但是呢 我回到刚刚讲的 就是说 像你知道手机的里面 就有CPU跟GPU 那CPU跟GPU里面 就会有一个区域 是 机体要共享的 但是我刚才也提过 很显然一定有些地方是 不共享的 比方说GPU内部的 用的空间 我们不会随便跟CPU共享 万一被CPU破坏怎麼辦 所以比方说像 手机里面就很有趣 它在启动的时候呢 比方说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实体记忆体有 4GB的空间的话 那往往呢 我们要留一部分 比方说我要留 200 256M的空间给谁 给GPU用 也就是说 实际上CPU能够看到空间是 4GB 再减一下什么 256M 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我们可以用的 所以注意到 那当然除了这以外的话 有可能我要考虑到一些议题 比方说虚拟化 比如说 比方说你在你的 啟动的时候是Linux 但是我上面可能想要跑 Mindos 或者跑其他作业性 甚至这些作业性 也要能够存取到特定的资源 比方说GPU 比方说像那些 什么Edge AI的晶片 不管讲什么晶片 反正都一样 就这样去思考 我要 我要用什么手段去 共享记忆体 我要用什么手段去保护特定的资源 那特别需要保护的资源的时候 往往这样 都需要占用到什么 占用到主机体的空间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bootman 所以注意到 不是说你实体有多大 bootman就有多大 一般来说有可能会再略小 好 然后 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在bootman的时候 会去尝试去做一些 机体的切割 所以比方说 在Linux的bootman 来讲的话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透过device tree去描述 好 就是 注意到这个device tree 最早是由 on的架构去支援 那除了on以外 其实有很多架构也 陆续支援这些事 就是我们要去思考 一个很重要议题 其实在开机的过程中尤其 手机 手机来讲的话 其实 真的手机是很有趣的 所以 我们之前有个讲座叫做 手 手机里的on处理器 好 那我们希望之后也慢慢延续这个讲座 其实你要考虑议题是很多 如果你有办法了解 手机里面的运作 那其实你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 你会豁然开朗 那像以这个linux on 就是linux在on上面的遗址 有个东西很重要 叫做device tree 那它里面有个东西 就是有个东西叫dts 就是说 专门来描述device tree的一个 你可以想像它就像sauce code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 它有很多自传 它去描述一个什么 描述不同的属性 那你想什么东西值得描述 好来看一下 比方说你在画面中来看讲 有些东西你看不懂 不过不用太挫折 比方说你想来把看得懂 看得找出来 比方说有个什么 intel controller 在linux核心设计里面 我们讲这个中段处理 和现代处理器架构的 这个讲座里面 其实有讲的 就是我有各样的 这个intel controller 比方说这个有intel架构器 有什么apic 那on的话有这个gic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中段处理的控制器 这是一个硬体 然后中段处理的控制器里面 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考量点 所以你看它这些设定 然后甚至会跟你讲说 它要保留哪一个区段的记忆体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描述出来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些东西都需要描述 这些东西都需要占用一个 占用一定的空间 所以这边注意到 它会有占用说我要占用哪样的地址 比方说它有个什么local address param address 或者它对应的lan 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占用空间的 所以这件事跟部门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啦 就跟什么 我就要去决定说 哪些空间是对应到那些周边的 哪些是对应到像GPU的 很特别的装置 哪些地方是我linux kernel 真正要载入的 哪些空间是我应该要留给什么 留给实用者层级的层次去看 好 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策略呢 我们在配置记忆体的时候 都要去想一件事 就是说 往往配置记忆体的时候 你都要 都要 要走访全部 可用的空间 那 那我们去思考 如果说你每次配置记忆体的时候 都要把所有的记忆体走访过一次 那你记忆体越大 你是不是要走访越久 那所以这会导致一个很 很麻烦的问题 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body system 注意到这个东西不是只有linux才有 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多的 这个 呃 它有很多种名字存在 比方说它叫做body memory allocation 那你也可以叫做body system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出现非常久了 好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很久了 这东西可以追到什么 1963年 好 然后呢你会发现说 在电脑里面 这个世界上很有趣 就是 电脑呢这个词呢 这个像body memory 好 这个词呢最早呢 这个这个什么 它是 它的最早出现的样貌 好 就名词叫什么body system 好 然后它在分类上叫做什么 叫做body memory allocation 它是一个记忆体管理的策略 在1963年就发展了 好 然后真正发布的时候是1965年 好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1960年代呢 其实这个年代呢 是做一些风情有的年代 好 我想想想 1960年代 好 比方说1960年 1960年有ctss 好 这个 不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找mitctss 好 就是这个叫什么 这叫compatible time sharing system 注意到以前电脑的名字都很难记 好 注意到这在1961年 这个作用影响非常重大 好 因为这个系统的成功 导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project make 好 那我们知道project make呢 这个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是 DAPA 好注意到 DAPA DAPA的成立呢 跟这个project make是息息相关的 简单说呢 在那个年代什么 是美苏 就是 苏联跟美国 好 这个什么 这两大世界强国的较劲 好 所以像那个时候冷战 冷战呢 其实不完全是怀事 好 就是在人类世界上 往往他没有绝对好 好 没有绝对坏 好 那冷战对人类科技呢 其实是有很大冲击的 好 比方说你知道 军备竞赛 好 所以各式各样的 很多各式各样的武器 好 真正成熟 好 真正能够大规模的影响 好 什么洲际飞弹啊 什么清淡 好 基本上都是在冷战时期 好 然后 诸位系统的发展 也跟美 也跟美苏的冷战有很大的观点 好 Project Make 它背后的经费 注意到 它背后的经费就来自DAPA 好 那这个DAPA在做什么事呢 对 这个DAPA所赞助的Project Make 想要做什么事 它想要提出一个一个通用的一个软一体架构 好 那这些通用的软体架构呢 比方说电脑之间可以怎样 可以连接 可以去分享资源 然后 除了这以外呢 它上面会有像是 档案系统 会有些高阶的程式语言 然后呢 它也会有什么 也会作为系统 把这些东西把它这样 把它那个 把 硬体的资源 把它包装起来 把它做一个封装 就是一个Obsession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为什么做一种这个词 叫做Operating System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讲系统 这个系统这个词呢 是很常见的 你在物理上会看到系统 对不对 你以前中学在学那个 理化的时候 还记得吧 物理化学的时候 你也会有个词叫系统 因为 比方说我今天要看一个手机 比方说我手机拿着它 那我就自由落体让它去算 诶 我这个手机 在自由落体 在不考虑空气阻地的情况下 它什么时候会坠地 那你就想 诶 这个手机呢 到底是上面先坠地 还是底下先坠地 还是这个上面的萤幕先坠地 还是它背后先坠地 或是说 从头到尾是 它就没坠地 它就卡到某个地方 如果你去想这些事情 会想到没完没了 但是呢 你看 你在国中学这个理化的时候 你会发现 李万老师把这件事 很简单 你不要去管说 到底是哪个地方先碰到 注意到 这个问题很难 就是一个物体在落下的过程中 到底是哪一个面先受力 这个问题是超级问题挺难的 你要分钢体 还不是钢体 但是 这个东西很难的 这个可能要大学物理才会懂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把它换成一个系统 我从头到尾只要想执心就好 注意到执心 这个观念 所以你看 系统的词能 让我们可以聚焦在问题的本质上 虽然 钢体的碰撞 还有些钢体的整个运作 像我这个杯子里面 注意到它看起来是钢体 这个很硬 但是注意到 这里面是不是有水的 所以当我在装这个水的过程中 假设我今天让它自由落体 这两个一只手机 跟一只装了水的水壶 它自由落体的行为可不一样了 这个影响可大了 就是为什么 因为 如果你不从系统的观点去思考 你要去想 中间有水啊 它动来动去怎么办 的确这问题很难 你说 谁要care这件事 比方说火箭 我们都知道SpaceX 其实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后 你要想火箭在推动过程中 要能够脱离地心引力 然后就是 就是我们称为 就是 第一宇宙力 就是你要脱离这个什么 脱离这个地球引力 那你需要的速度是多少呢 你需要 大约是每秒要7公里 那你想 每秒7公里的时候呢 我不能只当作直行 你要去考虑到 里面有会燃料 对不对 就是那个液态 液态的那个液态 会烧 所以它其实会 会有各式各样震动 但是 回到刚才讲 如果 我们今天把可以看待一个系统 就会把问题把它缩小 你想想 看直行就好 不管是这支手机 或者是什么 这个 这一个水壶 你从来只要想系统 那这也是为什么 operating system 叫做operating system 因为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 来解决人的问题 就是做各式各样的运算 所以它的operating在意的地方在哪里 在工作的分配上 在抽象 好 那Project Mac呢 就是奠定这样的基础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 很多很多词汇啦 不然做一些什么原理啦 或者是钢瓷的什么程式原理 你会发现很多都是那个年代出来的 你去看恐龙书 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地方 它里面的文献 恐龙书不管是什么改版 它改版 改版可能改版到第10版 那你改版到第10版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里面用的文献 一大堆都是1960代 还有1950代的 你要知道的一件事 1950代 operating system这个词 甚至还没有被发展出来 operating system这个词 真的被定案在1960代 可是恐龙书所参照的材料 有些是1950代 甚至还有1949年 那个年代的那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其实人们早就有类似的需求 只是说透过Project Mac 一个巨大资本的投入 让这件事变得可行 好 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什么呢 作业系统之后呢 你要去思考 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body system 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好 那我们快速看一下这个body system 它在意的议题 body system在意的议题 其实真的很有趣 你看 就是 body system 里面很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2的n次方的切割 所以注意到 这个2的n次方 英文叫什么 power2 它有一个 它把这个 记忆体的资源切割成什么 切割成以2的n次方为主的一个区块 然后注意到 这个2的n次方 1在哪里 在于说 你可以用bit 逐一个bit去表示 对吧 就是说 就是说 你去思考一下 假设你有一个 假设你有一个 0跟1的组合 好 那我就想 我最低的位置是0 然后隔壁是1 或者说最低是001 好 那我就要看1 1出现在哪个bit 好 那我就可以直接去换算 好 它对应到机体是什么 2的n次方 好 所以我今天bit是n 那我就可以对应到2的n次方 好 那所以它让整个基体的定位 变得很单纯 好 我不需要一开始就去走访全部地方 我不需要从左边少到右边 右边少到左边 不用 好 我呢 我就是用2的n次方 因为我这个东西可以对应到什么 我也能运算 而且 对所有的电脑 不是绝大多数的电脑 是对现代所有的电脑 2的 就是这个bit存取 就是我把这个bit对应到2的n次方 这个东西是这样 这个东西是 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操作 甚至你可以认为之后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什么 常数时间完成的 好 然后呢 光有这个概念还不够 接着下一个议题是什么呢 下一个议题呢 就是我如何 好 我光有切割这么够的 我要如何去找到 对应的位置 所以 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smallest possible block 就是说 我们要去找 因为我这个切割方式呢 其实已经固定了 就是说我今天一定是2的n次方 就切割 因为这个东西是刚才讲 它在位云定位上是很方便的 然后 下一个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 跨越不同block 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比方说 这是一个block 这是另外一个block 有没有可能说 从头到尾呢 我不可能只在这个区域上 找到而已 我可能需要找到下一个block 而且可能下一个block 不过我还要找下 下 下一个 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 所以整件事就在于说呢 我该怎么找出对应的block 以及 我一个block的切割 到底要用什么策略去看 这就是body system 所对应的议题 那 特别注意到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 所以呢 你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你看 你看这个 像这边讲的这个东西 就很有趣了 好 那第一个呢 那我这边的block 是它的 它的那个空间呢 都是占2的n次方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来讲话呢 假设你今天要分配三个page 好 然后呢 我就去看什么 就是 去四个page的列表 去取其中一个 好 所以我今天 比方说我要 012 那我要占三个page 好 那我去找 对不对 找说这边 最小对应的 可用的 就是四个page 好 然后呢 当然你 你今天 分配三个 那你说还有一个 是什么 是多出来的嘛 那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把它 我可以把它 还你回去 然后 反过来说呢 你要去 释放机体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要去释放机体 比方说我开始配置 比方说配置是三个page 那实际上我用的是四个page 那我就去看四个page里面呢 有哪个东西有用 哪里面没在用 因为没在用的地方 它已经可能还回去了 我们称为人家reclaim 它已经还回去了 所以我就要去 找出里面 有释放的 我去标注它 所以 所以我来讲的话呢 不管是配置机体 跟释放机体 它都不需要线性的去查找 因为我一开始已经 决定什么区域 这件事相当于是说 我今天 一开始就可以知道说 哪些人是住在天龙国 好对不对 很高尚的莲公子 他是在天龙国的 很高尚的胡公子 就是说 欢迎来到 对不对 我们买下了某某公司 显示我们的霸气 所以这种 一看就知道是天龙国 那像我这种贱民 这可能就是 苗栗乡下 所以我苗栗乡下 跟天龙国 是完全没有相关的 所以你看 看这个 一看人就知道 这个什么 这个胡公子 这个莲公子 这就是天龙国 我这是什么 就是乡下人 苗栗乡下 那苗栗乡下 乡下有分等级的 就是像我们这个苗栗乡 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政党轮替的区域 太强大了 你看 在民主国家 竟然有个区域 竟然是没有 有个行政区 竟然是没有发生 这个政党轮替 这真的太了不起了 那这就是 就是乡下中的天堂 好 所以你看 我们在这个 一开始就可以知道 谁是天龙国 谁是乡下 而且乡下里面 谁是乡下里面最 最天堂的地方 天空都是蓝的 太美妙了 好 反过来说 我今天不管是配置 我一开始就知道哪里 我释放也是一样 释放的时候 我就有个策略 我释放天龙国的资源 跟释放这个什么 乡下的 释放这个乡下里面 最蓝的地方 的资源也是一样 好 然后呢 那问题来 就是说 当我在释放的时候 假设呢 我这个 以这张图来讲的话 你看 如果说 注意到 画底线的地方 0 4 5 6 7 是在使用的 如果说 1跟2 在释放的时候 它会不会合并 对外宣告说 它是一个连续可用的空间 会不会合并 那这个时候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 在Linus code里面 会有一段这样的程式码 注意到 这段程式码已经 过时了 所以我们在 在机体管理的 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讲 我们把 会把这个共笔更新 把它讲出 对应的那个词 只是我们现在想要 用金字塔的方式 是一点的 跟大家介绍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什么呢 以Body system来讲的话 其实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虽然一二相连 但是它对应的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 每次是二的N次方 那所以呢 其实来讲话呢 虽然一二相连 但是我们来讲 不把它当作Body 这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 如果一二一旦用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去想一下 如果一二是一个单位的时候 那我变成说 下次就要去 就要去 一二如果是把它 四做一体的时候呢 你下次再找的时候呢 就是要走绑 注意到 我们要想要避免 线性去查找特定的空间 好 所以我们 以二的N次方 去区隔不同的片段 好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原则 好 然后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去CAT 这个BodyInfo 所以我看一下 这个BodyInfo CAT 数字 好 然后注意到呢 我在CAT BodyInfo的时候呢 你看到东西 有可能会有点失望 你发现有些词 你就是看不懂 对不对 什么 Node0 Node1 然后跟你讲 还有更失望的东西 注意到 这是两台不同的电脑 两台不同的电脑 但是我下同一道命令 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更奇怪 注意到 它的编号是什么 它是0002 诶 你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0001 然后 所以呢 你发现这些是什么 然后 接着你会发现什么 这边有DOOM 有2000 然后这个注目是什么 3000 所以你发现就是 这两台电脑 上面的电脑 我们称为叫Node0 底下那台电脑 就Node01 反正不管 就是一个名词不同 然后 在Node0来讲的话呢 Node1来讲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 MD的电脑 就是这个 重反动药 对不对 这个Rizen 这个重反动药 然后呢 这个Node0呢 它是什么样的架构呢 它是 Intel架构 就是Intel Zion的 E5的 E5的架构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是什么 虽然 你会认为说 Intel架构 跟AMD架构 都是同属S86 但是你其实你看 我们看这个Body System 它的这个策略就是不同的 对 没错 这件事是有关的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是什么 它从到尾 其实它不是那么单纯 注意到我们刚才讲这句话 只是为了什么 为了跟大家讲一些 一些观念 真正呢 哪个地方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注意到这个是在 在这个 机体管理后面的部分 来讲这个部分 但是你先有这个概念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先2的N次方去切割 而且这个东西可以 对应到这些什么 这些未然操作 所以你要了解 机体管理之前 一定要对B-wise operation 超级无理批手 然后再来是说呢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像多核处理器的架构下 那整件事呢 会变得有点 有点麻烦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该怎么去切割 这个patch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刚才提到这个body system 就是先有点概念 就是要 它以2的N次方去切割 然后 关键的地方是说 你要去定义 什么叫相 相连的空间 好 我们过去相连都是 就是相连相连 都是讲什么 就是在以前以后 好 但是body system在意地方在哪里 body system在意是 谁跟谁是一伙的 好 所以 以这边来讲话呢 你如果说你是01是个body 23是个body 好 那我不能把 1跟2 好 像0呢 我就叫做body 不行 就是一开始就已经 照2的N次方式去切割 好 那哪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 在现代的处理器来讲 好 这个 它的这个page的设计 其实是 注意到 这句话 我之后可能要改 就是这句话 其实是 不太精准 就是 这句话不精准的 就要在哪里了 比方说 以on来讲 一样 on的架构 因为很多架构 已经没在看了 比方说intel架构 已经有些新的架构 已经看不太懂了 但是以on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的page的设计 其实有很多种 不同的切割方式 好 他说呢 你去找这个on 然后你找16kb 然后4kb page 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很麻烦 好 的确呢 这种page都有了 什么 什么 就是反正有很多不同的 那个 不同的那个空间 哪 什么4k 16k 64k 对 不要怀疑 你在很多资料都可以找到 好玩的 要是说 如果你去看某些架构 比方说什么nips 那你会发现一些更奇特的数值 然后所以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今天讲这个4k 它是一个取舍 好 尤其在linux上 我们前面有讲过linux在一个开发过程中晚晚有很多很多趋势 Linux在很多地方其实都不能算是一个最好的作业系统 但是为什么它可以在我们讲这个伺服器的领域 我们讲工作站 我们讲这些超级电脑领域 为什么它可以获得巨大成长 其实有很多因素使然 但是呢 对我来说 如果你要问我一句话 那我也说 Linux做一个很好的取舍 Linux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些取舍 以on的架构来讲的话 的确有4k 16k 64k 的这些 page size 快去 on上面的MU 更具体来说是onvx 就是64位on的架构 它有这种46k 还有64k 的这些page单位 但是Linux在资源这些硬体架构的时候 做了一个取舍 其中一个取舍就是这种 比如说像4k 做一个单位的取舍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好玩就要在哪里了 虽然 记忆体 就算处理器给你这么多选项 但是你往往发现什么 这些选项发生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配置的记忆体 其实都是很小的 注意到 这讲的很多时候 绝大部分 很多时候是讲西元的程式 因为其实 你知道吗 有些东西真的很复杂 什么Ruby Python 这句话会不太正确 它的资料结构有时候不是很小 有时候是很大的 像Python的一个dictionary 它可能占用就跨越好几个page 不过整体来说 多数的时候的确都是什么 这些小的物件在配置 在释放 或者之类的 好 然后 我们之所以选用4k 它是个取舍 就像刚才提到 其实on的架构它可以用到64k 但是虽然 那我们去思考 为什么硬体架构给你64k 但是我不用64k 就是怕浪费 但换个角度去思考 我今天系统给你64k 当个page单位有什么好处 64k当个page 你对应到这张图 你对应到这张图 你会发现说 我在做translation的成本 其实降低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 就是你这边要做这个page 你要做这个运算 其实你可以表达就很大 你从4k到64k 4k到64k呢 你会看到说 这个东西怎样 它的范围就增长很多 所以我今天要 如果我今天存取的空间都是比较大的 比方说一些比较大的资料库 我这样64k 就是它的好处 但是呢 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 在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处理 像那个网络伺服器 像各位上网 其实往往多数都是那种很小小的物件 尤其在这些 现在我们所谓的动态语言 JR script 大概有一大堆动态器体配置 所以在这个时候 Linux怎么去解决那种小物件的配置 因为小物件配置有时候就是 其实大多数都是小于4k 那也都说就是什么 什么16个byte 4个byte 7个byte 那我们要怎么用这样的东西去处理呢 在Linux来讲 有个东西叫step 注意到我们这边用词 这是我们第一次讲到step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张图来讲的话 slab它扮演的角色在哪里 我们可以再找 slab在哪 slab占颜的东西呢 非常怪 就是呢 注意到 先把你看过的东西找出来 page 所以你看到 这个page接着page page nest 然后 我们刚才讲的是说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小物件 然后呢 所以slab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body system 既然是这样切割 对吧 比方说我这个什么 01 23 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方式去切割 然后 那slab 毕竟它处理的各式各样的小物件 所以它的做法是这样 它跟body system 这其实后面要写system 我跟body system去批发一些机体 所以我一次批发 比方说我去批发一个更大的空间 比方说1mega 4mega 或者更大的空间 然后呢 我接着干嘛 我去切割 因为原本的page 比方说我page的boundary 就page的边界 是4k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 我们像 你可以去思考一些 像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 像是C++++ 很多时候呢 它不会一下就 一个东西就占了4k 不会 往往很多时候就像刚才讲的 它用16个byte 7个byte 或者是说像那种 23个byte 这种东西好 那slab的做法是 我呢先跟body system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比方说4mega 16mega 用一个大很多的空间 然后呢 我呢去切割 那切割的时候呢 我就赶快呢 我就去提供给这个使用者 所以使用者呢 透过这个malloc 不管是透过malloc 透过free 我每次呢就是怎样 在这些特别处理 这些零 我注意到我们这个用词叫零售 这个零售观念在哪里 就是说我不用每次去都去碰到一个page 因为这个page已经被什么 被slab的管理了 所以它已经在虚拟集体 实体集体有些关联了 所以我为什么讲零售 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存在 就像 就像学校的掌握店 就像学校的便利商店 就像你我身边看到什么 那些那些店家一样 那些商品其实都在价值上 我不需要每次要订东西的时候 每次要买东西的时候 都要去叫货 我想各位都有个经验 就是你在超商 就看到常常会有那些物流士 他们真的很辛苦 就是跑遍台湾 台湾大大小小的地方 为什么 他们就要让这些物资的使用 物资的提供者 就一边是生财者 一边是消费者 他花很多时间去想 我要怎么让这个东西均匀 但是呢 一旦呢 这个货品到达价值上 你就不用去管page boundary 为什么 因为都已经存在了 所以它不会有额外的一些什么 像page fault这样的成本 不用管 好 然后这样的策略是一个caching策略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slab 它就是一种caching 所以我们讲这个 所以我们讲这个 slab 你找caching 所以就是你 你会看到说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什么 就是caching 在这里 所以我们之前讲这些事情就是说 我们有 body system body system 存在的嘛 它让记忆体分门别类 造不同的block size 而且这是2的n次方 先去切割 先去分类 然后呢 slab elocator的意义在哪里 它去创造一种caching 注意到 你不要把那个caching hierarchy 它是把这个概念带过来 就是我呢 像干嘛 就像那把这些货品 上架 那当然上架这个东西是有学问的 比方说你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 比方说 像我现在在台大直播 那你就想 台大的学生 跟成大学生 有些东西不同 就是台大学生的一般来说 消费的能力可能会强一点 注意到不是台大学生比较有钱 而是 你知道吧 就是 人到台北消费就是比较大 就是消费比较高 然后 反过来说呢 成大呢 就是学生呢 不需要那么大的消费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注意看 台大校园内的便利商店 跟成大校园内的便利商店 其实放东西有点不同 台大放东西的单价会高一点 好 然后呢 但是反过来说呢 台大的里面的 校园里面的那个什么 那些什么点数什么的 它会用的比较积极 会比成大用的积极 好 这很显 很很像 就是成大校围的那个周围的那个 因为相当于呢 它的贵的物件 为了商品没那么多 好 然后台大因为那个这个 这个这个消费 略高一点好 所以它有些会放一些 胆价比较高的东西放在这边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Cash 好 所以我要知道该放哪边 好 那同理呢 你会注意看比如说一些风险区像阿里山 阿里山的什么旅客中心附近的那些便利商店 好 它卖了那些手提的那什么 呃 那个半手底 或者卖一些商品 就这种这种半手品 类型的商品就比较多 好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说你去看一些都会区啦 好比方说你看那种像什么 什么内湖科学人区里面的那个便利商店 好 它就不会有一大堆什么半手底 好 但是它就会卖一些比较 比较跟办公类型 所以它会卖什么 3A的便利贴啦 卖什么之类的 好 然后呢 这个 所以注意到 Body System的关键在哪 它就是一种Cash 但是呢 这样的东西呢 在什么时候呢 会遇到一些障碍 这样的东西呢 在这个多核处理器 还有这个Numa架构 它就会去曝露它的问题 我们先讲结论 它结论在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去想 我们要 我们既然它是有Cash 所以我要去想说 它真正对应到Page的时候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想 它Page跟Page之间的关联 再来是 我们有些东西 因为跨越Page boundary 是一个 对效能会有一个冲击的 所以它想办法去说 我要怎么塞东西 那它塞 是塞到什么 比方塞到一个Page boundary 4K的这个方面 然后呢 它花很多时间去管理什么资料 跟这个排队 这个排队 那你其实也是要走法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在多核的情况下 是一个大的冲击 因为多核的情况下 这些 demand 就是这些有需求的人 不是指一个单一的CPU 它可以有多个CPU 那多个CPU的时候呢 就你大概猜得出来 那不就是Lucky吗 对 没错 它的排队 就会有个Lucky 然后呢 再来是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Numa Numa 的架构下呢 来看一下 Numa的架构长什么样 Numa的架构呢 很麻烦 麻烦的地方在于说 N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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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a架构像这样 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有CPU 0 1 2 3 那你有没有看到 它各自其实有记忆体的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当我的记忆体范围是从 A到B的时候呢 它就 会很没有效率 为什么 因为我如果是在 A的边边 跟B的边边 我要从A的边边 存取到B的边边的时候 对不起 这东西其实是什么 是跨越CPU的连接 所以你看 以这个例子来讲 CPU0跟2之间 我们会有个称为 叫做 Interconnect 就是一个CPU跟CPU之间的 一个通讯 虽然它很快 但是它就是有成本 而且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其实要先从CPU0 把这个资料先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 再透过Interconnect 传递给CPU2 那CPU2 在要用这个方式 截取完之后 还要确保说 我读到资料 不会是旧的资料 我还要确保说 我传递过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新的资料 所以如果传递过过程中 一旦这个资料 一旦传递过程中 原本这个A的资料 它变更的时候呢 我CPU2要透过什么 IPI 就是说 Interprocessor 一个inter 就是用IPI的这种机制 我要被告知 旧资料已经变更了 所以我要干嘛 重新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 就是说 它的机体存权 不再是什么 随机的 虽然 这边看到画面中的A B C D 这四个区域的机体 都是系统上 注意到我们 我们特别讲系统 这个词 是把这个 复杂的东西 用一个单页的观点去看 它都是可用的资源 而且作业系统做一个抽象 都把这些东西封装起来 但是 存取A 存取B 存取C 存取D 这个四个不同区域的成本 毕竟是不同的 而且这个不同的地方 还会跟CPU的什么 跟CPU的拓谱 CPU的topology topology topology 有关 所以注意到 这个NUMA的架构的介入之后 就是你可以Google搜寻 打CPU topology 再加NUMA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有非常大的资料 在探讨这些字 而且这件事呢 它其实你如果去看一些 入门之后 你会发现它没有完美的解法 它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考量点 所以你看 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 就是比方说 我这有个东西知道吗 Node boundary 所以你回想一下 刚才讲什么 还记得刚才讲Body的手把 对不对 你看它的词 这边讲Node 你大概有点感觉对不对 对 没错 它的Node就讲这个 左边是一个Node 右边是一个Node 所以大家猜出来是吧 这边Node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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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所以它其实是什么 是讲这个Node 跟另外一个2这个Node 然后至于CPU中间怎么连接呢 你就要去看说 它的什么 Inter-Socket Connection 或是 那个 就这个词很多 什么Inter-Socket 然后或者说 或者是检测 叫Inter-Connect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一个缓解 所以你看 我今天存取机体呢 它就不再只是Rundered 它不再只是 你开心存取到哪里 就哪里 那这件事 会让什么东西变得很复杂 会让Virtual memory 的拍局变得很复杂 因为我存取实体的 机体的成本 它是变动的 所以要怎么让这件事呢 是Deterministic 就是 就是让这个东西 是Deterministic 就是要知道它在哪里 这就变成很 很关键问题 所以我光是知道Node 就是Numa Node Boundary 它就是一个学问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啊 好 所以这件事 如果对应到刚才那个 Step的策略呢 你就会发现什么 它会有一些 曲线 所以 注意到这件事 好 那 呃 这个刚才提到的东西叫做Numa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你大概感受得出来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啊 Kernel是一个什么 取舍 Kernel是一个活着的东西 好 所以千万 不要急着去看Linus Kernel 好 因为你看到的当下 只是反映那一个时代 那个时空的需求 好 你想一件事吧 就是说 呃 比方说 你即便看到最新的Linus Kernel 对 比方说你在这个 Linus Kernel 就是Linus 的Kernel Kernel 那你看到最新的这个 稳定版是 5.0.7 那它的释出时间是 2019年4月5号 好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它这边的程式码 只是反映什么 反映4月5号之前的需求 好 那你要想 你看懂程式码 甚至 能够对程式码做出变更 可能是一个月 一年 或是更长时间 好 那 中文过程中会不会改变 废话当然会改变啦 好对不对 比方说今年 今年的手机世界就很好玩 我这边不讲什么商业机密 但你猜得出来 今年的手机的基本款是什么 就一定要有一个 一个 类似性网络 一个AI晶片的加速器 那除了这以外呢 我对语音的需求 要什么超低延迟 然后呢 什么无线传输 反正你想得到这些东西 它就是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东西需要Linux支援 匪话当然要支援 对不对 你不可能只是塞一个AI晶片 你不是直接塞一个什么 要什么 什么间谍晶片 然后它就可以窃取 你电脑机密 不是那么神奇 就是 就算有这种晶片也不可能 只有小小客的 所以之前那个 之前那个什么SuperMichael 我觉得 真的是 很无辜 真的有那么神奇的东西 说真的 这家公司的股价不会是那么 那个等级 如果SuperMichael做出来的那个晶片 是有办法窃取那么多资料 说真的 什么 说真的 中国共产党早就该 让这样的公司股价 充个一千倍 对不起 这个东西一直到今天 应该还是不存在的 好 那回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Linux Kernel 它是一个活动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掌握 Linux Kernel的过程中 我们要去想 哪些地方是 从过去到现在 不变的设计 或者说它没有太大变 它是个所谓的 经典款式 那哪些东西是 变因 是 是反映到计算结构的 像NUMA的结构就冲击很大 冲击到什么 从SLAB到SLAB 注意到这边有个SLAB 注意到就是SLAB 你会翻译说 有能把它念成什么 SNOB 就是说 因为它的那个U 就是Unique Unique 它的那个U 它里面的名字 你要注意到 就是在英文里面 它很多 它有这个 有这个什么 Uniform Unique的意思 所以有能念SNOB 这都可以 就是 所以一个叫SLAB 那我们这边 偷懒念SLAB 好 那这个 在SLAB来讲 我们要注意到就是 这个SLAB的这个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发现 SLAB在Cash 这件事做得很好 但是呢 因为我们要考虑要多核处理器 这会导致什么 导致呢 我们要想办法让本地端 就是说 本地的这个 存取范围 的那个开销要降低 也就是说我要让那个 整个Locking的成本降低 我要让资源竞争 就是所谓的Contention的成本降低 所以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你会稍微 有点 稍微 记一个结论 就是说 我在这个SLAB来讲话呢 它去缩减 会需要 CPU跟CPU之间 相互竞争的成本 然后每个CPU之间 都会有个 你可以想到说 它有个本地端的一个Step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 Care Memory Cache CPU 所以注意到 这边讲的CPU 就对应到刚刚讲的 CPU Topology 就是我不管它是 不管是什么 不管是哪一个Node 反正呢 我就会有个什么 对应的Cache 所以我在这个Node里面 在我这个CPU Topology 特别的一个 某一个对应的CPU的一个 单位的时候 我就存取到我自己本地端的SLAB 我不用跟其他的Node上面的SLAB打架 然后再来是说呢 因为SLAB的设计是为了什么 为了像NUMA 为了像现在现代的 比较复杂规模的出力 但是因为Linux的设计哲学在什么 就是Linux的设计哲学 希望说 我今天从迁入式的装置 我今天希望从手表 手机 平板 各种电脑 到超级电脑 都是尽可能共用同一个Source Code 只是改不同的Config 改不同的 顶多加一些Page 所以注意到这是Linux的一个很重要设计原则 所以导致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说我们对资源使用很局限的时候 其实跟SLAB这个方式可能不好 所以怎么办呢 没关系 有个东西叫SLAB 所以注意到 今天有三个东西 哪三个呢 SLAB SLAB 好 然后在这个来讲话 这上面就有一个叫SLAB 所以你在Kernel里面就有一个Config Linux的Kernel有个Config 叫LinuxKernelConfig menuKernelConfig menuKernelConfig SLAB 就会看到什么 就会看到这个 注意到在LinuxKernel的说法叫什么 叫做SimpleAllocator 所以你看到这个讨厌的 这个选项的名字叫做SLAB 但是它的Help Message跟你讲的是什么 叫做SimpleAllocator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这边讲的SimpleAllocator 是什么鬼呢 就是这上面 所以我在这上面 它是一个简化版的版本 但是 它的行为 就是说 它的这个 在Kernel里面 它的那个包装成API的行为 虽然跟SLAB是不同的 不过没关系 就是反正它就是 就是提供一个模拟层 就把建构在这个 就是你算提供很简简单的一个 一个集体管理策略 比如说这个First Fit这种策略 反正就是 就是 我直接怀船 第一个找到的 我也不用管说是什么Page boundary 什么鬼的 我不管这些事 但是没关系 就是虽然这个 我们有MNU 甚至有些Linus还支援没有MNU的 这个称为叫linus non-MNU 注意到linus也可以在没有MNU的系统上 以前需要一个东西叫 micro-control-linus 注意到这个东西 micro-control-linus已经被废弃了 所以不要再讲这个词了 这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现在的来讲 叫linus non-MNU 所以你在linus source code可以找到这个 那这个东西呢 对记忆体的冲击是很大的 因为一旦你没有MNU 你也没有什么Page boundary的问题 那所以其实你就 你就可以直接用SLAB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小机体的部分 那接着还有一个大机体的 注意到我们今天讲的大机体不是很大的 不是什么一T两TB这种大小 不是的 其实就是说 若干个KB 或者说 1M4M 注意到这个东西我们叫大 一般来说就是说 大跟小的区分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以Page boundary来看 一般来说 在一个Page boundary 或者什么4个Page boundary 就是说相对小的Page boundary的大小 我们中国叫小 但是一旦说你说什么 就是10个Page boundary 或者说100个之类 那我们就叫做大 然后 那另外一个词叫Huge 所以注意到我们三个词 small large huge 好 那注意到呢 minus对huge memory 是有特别去定义的 它有个东西叫huge page 所以注意到 这个叫huge page 这个在我们之后还会去跟各位探讨 huge这个是被定义的 所以这个不能乱讲 好 但是我们今天讲大跟小字相对的 就是我们用Page boundary来看 好 然后呢 如果你的是所谓的大一点 所以正确说完应该要写大一点的记忆体空间 然后如果说你是大一点 比方说像我今天要透过Body system去配置一个什么 10乘以 就是10个Page boundary 也就是10乘以4K的大小的时候呢 好 注意到呢 因为我要对齐2的n次方 所以实际上呢 空间位置找哪里去找 会去找16乘以4K 这样呢 会确保做什么 实体机体是连续的 所以注意到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 8点一个讲 就为了要确保做实体上是连续的 可是呢 这会导致什么问题 因为我要的东西是10 10个Page size 但是呢 系统却去16个Page size的地方去找 所以这套用就 童谣这叫什么 这是要5毛给1块 所以这个可能导致一个浪费 当然浪费这件事 其实是 你懂了 不是每件事浪费我都要说 说不好嘛 比方说像 像你说 晚上的台大吸管 为什么在晚上的台大吸管 吹着冷气 开着电 开着灯 你说这个是不是浪费 如果我今天讲的很烂 真的浪费 那如果讲的还OK的话 也许对你有启发 这就不是浪费 所以这很难讲 这要完全取决你有沒有启发 那同样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的浪费 其实是要看什么 是要看我讲的情境而已 但是呢 以Body system来讲的话 因为它对于Body跟Body之间 是很严格区分的 所以一旦呢 你做了刚刚讲的 要5毛给1块的状况下 会导致后续配置机体的时候 有可能怎样 会配置不出来 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有可能会遇到什么 就是我们称为叫做 Fragmentation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在Body system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 关键问题 就是你可以在很多研究 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东西算是什么 1963年就发生了 一直到今年 我看到好几篇论 都还是讲 这上面 当然说我自己做的研究 也是跟这个有关 因为这上面 还是有很多 Fragmentation 就是碎片化的一个议题 那这边给你一个提示 你可以讲Fragmentation 加Body system 可以找到很多 那个YouTube的影片 那 我没办法跟你讲 哪个东西是最好的 但是我给你一个小提示 就是你去找一个 像那种7分钟 16分钟的 这种小于30分钟的 你去看好 他就可以把那些什么 那些画得很好 就是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没办法跟你讲 太多那种细节 不过强烈建议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为里面很多教材 把那种什么影片 就是把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 切割方式 就是你会发现 像很多那个 你看这个教材 很有趣 把那个上课的过程 就像家教一样 把它画出来 这个是很有 很有启发的 所以你去找一个 你心理上 看起来比较开心的 就是你觉得他讲的发音 讲的比较清楚 然后他话都比较 比较OK的 不用找太长的 就是找30分钟以内的 然后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什么 其实这些关键就是 我们要怎么去去 说 这些明明可用的这个空间 但是我用不到 所以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还记得我们刚才 有讲到一个东西 叫VMalok 所以注意到 VMalok 它着重的点在哪里 它着重的点在说 从什么 从这个 从虚拟机械观点去看 所以注意到 如果你去看Lins Kernel的描述的话 每次都会找到对岸的东西 OK啦 对岸的东西是很好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乱写的 好 然后注意到的 我们讲这个VMalok 注意看 VMalok是什么 Virtual Contiguous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它的连续是在什么 是从虚拟机体 从MNU的观点去看 MNU它对应到这个 不管是Logic 或是Linear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Virtual Index的东西 所以我从这个Virtual Index的观点去看什么 去看 我Virtual Index Virtual Index 能够追 可以什么 可以去配置的空间 所以这个是VMalok 所以你看 VMalok里面 用一个比较形象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就是有点像什么 像组合肉 还想像组合肉是什么鬼 这东西你在台湾一阵子没看到了 组合肉是这样 注意到 这跟有没有良心是两件事 这是看这个 看情境 那这个一般来说是这样 就是说呢 它也可以叫做 重组肉 拼装肉 组装肉 它讲的是说 有些肉是比较没有经济价值的 像去吃牛排 你会吃什么菲力牛排 或什么什么 菲力牛排 看说它要什么牛的尖 牛的某个地方 但是牛呢 很多地方都有肉 可是很多时候那个肉 它的口味没那么好 但是不代表说它不能用 这毕竟都是一个什么 高蛋白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就把这些碎肉 碎肉渣 用蛋白把它黏刻起来 然后把它拼装压好 然后挤压好 就变成什么豆干 然后当然你会 有时候你会在夜市上 就是夜市里面 看到什么 什么一刻子 只要就是一个什么 铁板烧上面有一个牛排 就发现哇 好便宜啊 只要八十块九十块 为什么 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 要拼装起来 那这个东西呢 当然 是有限制的 就不是说组合肉 不是说这些拼装肉 不是说这些组合肉 就不好 就需要一个清楚的标示 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 因为我们的VMAYLOCK 注意到 我们今天站在VMAYLOCK 来讲的话 我只要什么 一个 以虚拟定子的角度来讲 它是连续就好 所以往往呢 我们就做什么事呢 我就把这些碎肉渣 你看到 这个碎肉渣的便宜 装起来 透个什么蛋白把它 粘合起来 所以你看这个有趣吧 其实就是说 我们就把它便宜装起来 组合出来 所以我最后呢 我的ALLOCATING 售出的东西呢 还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所以注意到 你看真是有趣 再检测 你看对到这个 我们刚才有小物件策略 因为我们不希望一天到晚就跨越不同的page boundary 对 就比方说4K的page boundary 我不想要一天到晚跳在不同page boundary里面跳下去 所以我们有透过这个step 对吧 我先干嘛 我就用一个catch的策略 就像说我透过物流 把一些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 学校嘛 像台大 台大有可能很多学生需要 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 一些提升饮料 或者什么咖啡 在学校可能卖很多 所以就 就是需求量很多 所以这咖啡就进得 进得比较频繁 那 但是呢 反过来说呢 反过来说什么 有些东西呢 其实它的需求是很难说的啦 比方说像一些 不是那么重要的文具啦 像 有些文具是很常见的 比方说立可白啦 笔啊 这很常见的 但是有些文具呢 比方说像那种红包袋 不是每个时候都需要红包袋 可是 变成上帝如果没有放红包袋很尴尬 对吧 就比方说 你过年过节 突然这样 这个 找不到红包袋可以 发红包的时候很尴尬 对吧 但是有这种经验不是每次都会发生嘛 一年可能就是那一两次 但是呢 变成上帝要不要卖呢 这个东西就有趣啦 所以就是 这个东西 我去讲 我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旧的跟新的把它混装 对吧 你知道红包袋可能需要一些什么 需要一些香水味 对吧 但是因为如果说 人们没有那么在意的时候呢 我可以怎样 可以调度啦 把旧的东西拼起来 或者说相对比较旧的东西拼起来 然后用个比较 拼的这样去卖 就是有些东西都是新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旧的 然后卖便宜一点 看起来量比较多 就完全取决了什么 取决了谁要来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好 因为我VMaloc 只在意什么 Virtual Virtually的 那个那个什么 contiguous 所以我只要怎么 只要把那样组合出来 那你说这样的话 有没有一个代价 有 这个代价什么 如果你透过VMaloc 配置出来机体 然后你想要把这个机体的空间 重新怎样 重新比方说要交付给一些周边 那这个周边是实体上是连续的 比方说通过网路卡什么的 那结果就会有这个资料传递的效率问题 所以注意到 但是在多半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从比较高阶的观点是OK的 所以注意到 在坑口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 allocator 像一开始我们有跟大家解释到 像有什么VMaloc KMaloc 反正是 反正有一大堆 甚至呢 甚至不同的GPU 甚至GPU 还会有一些 那个什么 有不同的这个 机体配置的方法 比方说有一个东西 超好记的 就是这个 你知道邓紫棋的 常用的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做GEN 邓紫棋 那Linux来讲会有个东西 叫做 叫做 GEN allocator 好 所以这个 GEN 然后 那后面还有个东西叫TTM GEN TM 那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记忆体配置器 那注意到呢 记忆体配置器的可多了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 它的标题叫什么 GEN 跟TTM 绝对不是邓紫棋 跟谁谁PK 注意到不是这个 基本上他们的提出 注意到 他是来做什么呢 他是来管理 GPU 有关的机体 而且这个GPU有关的机体 难在哪里呢 难在说呢 我会有个host CPU 还有什么 GPU之线 他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分享 资源分享 然后呢 这分享过程中 无可避免就会有什么 会有memory map buffer 然后这个buff 有可能会导致这个 pomotion problem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的关键在哪 这东西的关键在说呢 我们在kernel层面 要设计一个管理器 这管理器要能够去察觉 这些东西对应到GPU行为 要怎么存取才是有效的 很显然 GPU的那个page boundary 绝对不会只有4K 它可能有一种其他方式 要不然说它对齐的方式也会不同 所以我要怎么确表说 像中间讲的像是什么cache coherency 我要今天讲就是说 我的那些bundering在哪里 甚至还有更麻烦什么cache 那个DMA 那这些东西呢 全部大家考虑进去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事情是什么 一样 你就发现什么事 Linux又是一个什么 又是一个演化中心 Linux总是在做这些相关的一些取舍 所以我们今天研究Linux 就是要眼观四方耳听八方 你不能只是看扣 你容易看扣的话 你就是把这个自己的思维 限缩在这种死板的东西 但你要知道Linux存在 存在就是在解决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想要解决问题 你想要面对 你想要关注的议题在哪里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关注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广泛的兴趣的时候 注意到这两个不冲突 一个是关注的领域 一个是兴趣 广泛的兴趣 这些两个东西都是要并存的 如果你也没有一个专注 你不可能把西语言 不可能把CPU architecture 你不可能把什么compile RTMG 把它学好 单一的东西去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广泛的兴趣 那你就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Kernel里面 有从此存在那么多Allocated 它的不同的Allocated 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不同的问题 尴尬的地方是 往往这些东西都拼凑在Linux kernel里面 所以你不得不要去 要是广泛的接触 又要深度的学习 所以那种T型人才 T型人才就是英文字母的T 就是一个广 一个深 讲到这边 你们觉得很讨厌的 恭喜你 你好像发现比较复杂的议题 所以你发现什么事情 你发现这些什么分页管理 这些议题 对 就是分页 分层管理 其实你已经很显著的感受得到 好 然后再来是说 在这个 以Intel架构来讲 有个东西叫 HMA 这个东西叫 High Memory Area 这我不打算介绍 就是 你可以在很多资料可以查得到 它其实它会 他会针对这个 Intel架构下 做一个比较特别 它会去 因为Intel架构下 它的机体配置 不是全部都是线性的 它会有些区域 比方说这个 HMA 它会 不是线性的 但是Intel架构会想办法把它 推定到线性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探讨 探讨下一个议题叫什么 叫做 Process 那既然Process 是一个抽象 它抽象什么 它是一个执行单元的抽象 那所以呢 我们下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在哪里 下一个思考的问题在于说 我的执行党 最终是怎么对应到一个Process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以Windows来讲 你的执行党很容易找 就是副党名叫做.ese的 那在Linus上呢 我的执行党就样貌很多了 比方说我一个ShareScript是一个执行党 然后一个EF格式是一个执行党 但是你也可以在Linus上设计 让某些东西也可以看起来像执行党 比如说你如果必要的话 你可以让Java的Bycode好像也可以执行 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注意到 Linus Kernel 然后Java Bycode 注意到 这个东西乍看好像没什么关联的 但其实是有关的 就是一旦人家讨论这个问题 不管是把Java跑到KernelSpace的 把Java跑到KernelSpace的 然后把一个 这个东西叫Magic 所以就是说有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它可以让Linus Kernel有个东西 它可以让在旧版的Linus Kernel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它可以去有这个BeanFormate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鬼呢 就是说我一旦去设定好这个BeanFormate BeanFormate设定好之后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可以去把 我只要去读到某个档案 我认得出来之后呢 我却把它当作执行档 所以比方说像Java 你知道Java有个东西叫Bycode 所以Bycode会有一些Signature 比方说JavaBycode有个CafeBaby JavaBycode有个东西超酷的 叫CafeBaby 什么叫CafeBaby呢 就是Java的Bycode 那你应该知道Java有个东西叫.class 它是一个class5 然后呢 它的签名 它的签名是这样 它有个Mage南本 就是16经纬的 CafeBA 那我们称这样东西叫Mage南本 所以比方说我一开始认出一个档案 它的档名 档案叫做.class 而且呢它的内容是吧 它的内容是吧 它是CafeBaby开头 以及包含这些资讯 所以我们就认定什么 认定它是 就是我们去注册 注册什么 就这样的东西我就交由Java的Virtual Machine去执行 同理Mono也是一样 那Mono的那个 因为你也知道嘛 这个东西Mono Mono它是那个 就是为了要去支援 支援那个 Windows的Darnet架构 支援那些Cshop的东西 所以这个 后来这个Mono开发团队嘛 那个 扎密的 那个开发团队也被 麦克逊买下来 那所以呢 比方说你在这个 Linux下 你只要设定这个Bean Format 设定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这样 你只要认得 Kono只要认得它的指定档 就可以执行 所以注意到 在Linux的世界上来讲话呢 什么叫执行党 是可以被 可以被定义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探讨议题在哪里呢 就是 我们要来跟大家探讨 就是 执行党 执行党跟那个什么 执行党跟 这个Process观点 我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在Linux上 对于执行党这件事 其实 是 很多元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所谓的 在Linux上的执行党 它的这个样貌 真的还蛮复杂 它原始的可能是一个EF的执行党 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什么 Java的一个BiCo 或是Darnets 透过Mono 这些Vuture Machine去执行 但是也可能是什么呢 也可能是另外一个 完全不相关的城市 就是 甚至你只要开心的话呢 你可以做出一个 像刚才还记得刚才那个Bean format 所以以前有人做出一个零个Byte 的Hello World 所以之前日本有些朋友很好玩 他比赛 比赛 谁可以写出最短的Hello World 所以很多人就很努力的写 我这个写出一个什么 写出一个什么 只需要79个Byte 可以印出Hello World的字串的程式 然后人们就觉得是闪了 人家可以Byte 就是有人喊出来 对 零个Byte 他说零个Byte 怎么可以印出Hello 这个字串呢 怎么可能 对不对 这违反那个什么 违反那个Sharon 违反那些 图灵的那些理论 这个技巧就在这里 我先去注册 注册一个Bean format 告诉Linus Kernel说 只要党名是 党名叫做Hello的 不管它长度是零 还是长度是大于零 反正不管它长度是多少 只要党名叫做Hello 我就怎样 我就要求另外一个程式去执行 那这个程式 不做别的事 就是印出Hello World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们要怎么写出一个 0个Byte的Hello World 其实很简单 就是透过在链上 施的一个Bean format 当然你就觉得 这是作弊 但是 好玩的这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 从这些讨论 从这些事情 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们 要知道 这些执行党 它原始的面貌是很多元的 但是最终执行起来 往往它的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程式去写的 不管用Darnet去写 不管用CShop 用Java去写 不管用西元去写 它最终 被执行的那一个时候 我们称为叫做Process 所以为什么我们称为 Process是执行单元 它是一种抽象层 这个抽象子 它抽象了哪些资源 它抽象了CPU资源 它抽象了 记忆体资源 它抽象了这些 例外处理 比方说 Signal Handler interrupt 因为原本 中断是很多种的 但是 Linus把这些中断 把它封锁起来 你不用管什么键盘中断 你不用管说 使用者按了什么按键 反正你只要知道 我按了C 我要求去停止执行 所以这样的事件 会用Unis的Signal 传递给什么 传递给一个Process 所以它也是一个抽象 它把这些例外 这些中断处理 把它抽象化 除了这以外 还抽象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称为叫做Address Space 它不是只是讲记忆体 它讲更广泛的东西是什么 是我如何去找到一个特定的记忆体 这个东西叫Address Space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这东西你就要搭配 像我们之前前面讲到什么 就是说 在你所不知道的习语言 里面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连结器和执行档资讯 就是这两个东西你会觉得 这很多都是不相关的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尤其在习语言 这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习语言 透过编译器 C-Compilot 产生出来的 它是一个Machine Call 但是往往 我们还是透过这样的 透个Link 去重新去雕塑 重新去描述 一个执行档必要的资讯 描述执行档 它是什么呢 像是不同的Section 描述什么 Text Section Data 就是不同的这些什么Data 然后 或者说 比方向这个 就是我在执行起来 在我执行时期的面貌是这样 我执行时期 我该怎么去解析这符号 我该在什么区段 比方说在这个画面中看到 你看有不同颜色 它就是不同的区段 所以它在机体呢 也会有这样 会不同的面貌 像你在画面中看到这个 这个黑线的地方在讲什么 它就讲轨迹 就说既然我在记忆体呢 它其实 在执行过程中 你看到这个东西 就红色是什么 就是存在比较多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很好玩的 就说像我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是这个 这是什么 是青色的吧 这个青色的区 但是呢 在这个时间点 注意到这个时间点 更多的地方在哪里 更多的热点是在 是在 蓝色的地方 蓝色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Text 就是所谓的这些 但是呢 你也会发现 某些情况下 注意看哦 刚启动的时候 它竟然是在这个东西上 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是一个资料 所以注意到 我程式码 LibSUL是什么 LibSUL就是 Firefox里面的引擎 我们都知道 Firefox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砖 它的这个砖 它背后叫做Mozilla 那Mozilla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元件 叫LibXUL 那请你自己去查 它的相关观点 所以你发现 程式启动的时候 一开始竟然 不是在执行程式码 一开始竟然 是读大量的资料 这跟你想象不同 对不对 所以就说 所以有样这种东西呢 可以做什么事 我们可以去最佳化 你看到 在我们做最佳化之前 更惨 在最佳化之前 很多的时间 你看到 你就稍微用不 不精确的算法 它相当于是 你就算个300 300 min second的时间 在读资料 而不是执行程式码 在读资料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说 因为你知道 0.3秒 就是300个min second 就是 就是 0.3秒 0.3秒人是有感觉的 人眨眼 只要0.2 或是0.1秒 所以我人眨眼 可以眨眼两次 所以对人来讲 已经有感觉了 感觉慢了 所以你要知道一些事情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 对重观来讲 要知道这么多事情 我们要了解西元 了解Linus Kernel 往往不是为了 立刻去开发 跟Linus Kernel 一样厉害的作业效果 也不是为了立刻去 改Linus Kernel 某个地方 往往就是在解决真实的问题 什么真实的问题 人家问你 一个城市 为什么执行起来那么慢 你要能够知道 它慢在哪里 而不是 盲目的说 所以我怀疑 原本某些演算法 用的不好 所以我把原本 排序演算法 把它换成更厉害的演算法 或者说我发现这个城市跑得慢 我就快点幻想 你知道有些工程师是这样 或是工程师的主管 其实工程师很少在幻想 但是他的主管常在幻想 很多工程师的主管 或是很多工程师的伙伴 他们就幻想 这一定是说某个演算法不好 我要换成O1演算法 换成一个可以去月球表面 拿取Fibonacci 树裂的一个演算法 类似这种 我确保它的时间是常数时间 常数时间一定比B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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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text,data啦,还有这些什么动态,韩式库啦之类的 那这个东西呢,你要怎么去观察呢 也不难,可以这样观察 比方说我们去观察 这个pid为1 就init的那个程式 那我们去观察这个 好,那比方说呢 这个是init程式 那在很多电脑,在很多liners的distribution呢 它是用这个systemd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边都会看到地址 先看前面的两个字 557f 那显然下面是比较 就是55是比较低的嘛 那7f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大家继续继续继续 看下去,那你看到最终看到ff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高的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这个位置很有趣 这个位置呢,是kernel的 这个是位于kernel的位置 然后呢,这个7f呢,这边呢 还是在,还是在哪里 在user 所以你看到,我底下呢 是kernel的地址 kernel地址在这里 那上面7f的这些都还是什么 user的 那这边显然看到什么 这个是ld.27.so 这个是什么 是gdipc 就是在你所不知道的西元的这个讲座里面 我们有讲这个动态连结器啦 然后我们有讲这个连结器的原理 那基本上你可以从那边观察出什么 观察出这个动态连结什么连接啦 所以这边动态连结器呢 会有这个ld 就是dynamic link 那除了dynamic link里外呢 因为它用西元写的嘛 所以它又会有什么 有西元的动态连结 韩式库 然后一样这个在你所不知道西元里面的 这个动态连结韩式库 里面有讲这个 这个西 long time 西元执行时期的那个韩式库 那这个东西就是 跟西元的long time有关 除了这以外呢 因为我们的systemd呢 其实用到很多不同的韩式库啦 比如说livert 自己做什么执行 自己去查 然后还有一些跟这个 x1linux有关的 就跟一些 跟安全强化的部分有关的 那除了这以外呢 那还有什么lib mount啦 这都是什么 动态连结器 然后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上卷 你要很有耐心 因为这个动态连结器 动态连结的韩式库很多 然后如果说你有点耐心 就是 你会看到 里面进来有什么 keep 对不要怀疑 这边keep就是刚才的 就是这个 会有这个stack 所以你回去想一下 这个东西 对应到刚才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呢 其实可以对到这个东西了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不是有讲过 kernel是个所谓在什么 高位置 高地址 所以你看这边kernel的确是什么 高的地址 然后接着我们来找heep heep是哪呢 heep在这 所以你看 heep 它是夹在中间的嘛 所以你看这个地址 所以你看这个地址 的确是比较低的嘛 什么55 然后这个tf就显得比较高的 所以我刚刚讲那些什么 那些动态连结韩式库的东西呢 就放在这里啦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去去看 所以你会发现说呢 在这个学习Linx课的过程中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会触类旁通 触类旁通是结果啦 那过程中你会觉得 无可避免会觉得错词啦 因为我一直到现在 我从1997年玩Linx课到现在 对不起 我常常会有挫折 但是这个挫折 也不然是 也不全然是坏事嘛 这会提醒你成长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 Linx的那个process呢 它就管理了什么 一套虚拟提醒的空间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对应到前面讲的那些什么 前面讲的那些像什么 VMEDOC啦KMEDOC这些东西 好 然后这个 这个是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们底层讲这些什么 VMEDOC啦KMEDOC 它是一个比较低阶的一个操作 那这些操作都会碰到什么 最终会碰到最终的page 然后接着我们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个东西 来探讨从高阶的观点去看 所以注意到 我们一个是从 我们刚才探讨一大堆都是探讨什么 从这个低阶的观点往上 好 那我们现在从高阶的观点往下 好 所以注意到今天观点不同 好 那一旦我们从高阶的观点往下想的时候 就真的很有趣 现在我们想回想一下MEDOC MEDOC 好 现在看到MEDOC在做什么 一旦你在寻找这个manpage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有很多家族 就是这个家族在做的事情就是说 它是配置还有释放动态的机体 好 那这个动态机体放在哪里呢 这个好玩哦 这个注意到它想normally 这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是放在什么 HIP 所以刚才HIP我们就展示给大家看了嘛 其实就是在某一个夹在中间的区块 它不是真正的中间 就是概念上是一个中间的 好 然后你看到 在这个manpage讲的明白 所以这个MEDOC它配置空间在哪里 是在HIP里面 然后下一个要去关注的点在哪里呢 下一个关注的点是说 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透过刚才讲到系统呼叫之后 SBRK 它去变更HIP的范围 好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SBRK的manpage 你看哦 MEDOC 注意到MEDOC它不是系统呼叫 但是SBRK它是Linus的系统呼叫 好 那你看SBRK呢 跟它对应的这个BRK呢 它的这个一句话的解释叫什么 叫做Change Data Segment Size 所以就发现这个东西很奇怪的 这个Data Segment Segment是什么鬼啊 所以你想到这个东西很讨厌 对不对 就是说UNIS很多东西都这样 呃 也有点像为言大意吧 所以其实你想去讲一件事 你看到HIP是这样的增长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SBRK的意义在哪里 它去讲它的范围 也就是说我一开始边界可能在这里 所以我要配置更大空间之后怎么办 我就把它边界往外推 那这个不够的时候怎么样 再去往推 一个便当吃不饱怎么办 就吃两个啦 两个吃不饱怎么办 就再继续吃了 那没得吃怎么办 那没得吃就会失败了 对 好 那所以呢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如果从高界的观点去看 Mailoken它的意义在哪 它的意义在于说呢 我透过SBRK的系统胡椒 去改变HIP它的边界 然后呢 我改变HIP边界的时候呢 我透过一系列策略 就我比方说配置好空间 你当然可以透过SLEEP的策略 它就一种Caching object的关联 比如说我把这些 我先要个比较大的空间 我先把它放到什么 放到使用者比较容易存取 频繁存取的地方 像那个超市 我赶快把那个 透过物流把东西放到这个超市里面 所以比方说台大学生可能需要一些 咖啡精神食量 那台大可能有比较多文献嘛 所以要买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出来 那成大学生就不是那么care这些东西 因为学校周边有太多可以吃的 所以超商一定要卖的嘛 要卖比较精准的 比方说什么价格的范围啊什么之类的 那就不能随便卖一些什么文献的商品 会击压到其他的商品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Mainlock在Linus里面 其实只是一个function code 而且这个function code是所谓的 Library Function Code 就是说它只是有Library提供的 那更具体来说是透过GWC或是其他的相对应的Library去提供 它不是系统物教 那真正去实作系统物教的时候很麻烦 它会透过SBRK 也肯会透过Map 所以你看这件事好玩啊 好玩在哪 第一个SBRK去改变Heap的一个什么 边界 然后第二个什么 透过Map Map一个很特别的区叫什么 叫做Private Enormous Mapping 所以你先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这个在我们同样在机体管理的第二个或第三个部分会来探讨这个 所以你发现我们常常在用的东西的Mainlock 从上面往下的观点 一个是Button Up 一个是Top Down 我们前面讲的东西是Button Up 但是一旦我们从Top Down的时候呢 你发现什么是 哪怕只是一个Mainlock 你在大学一年级就接触了Mainlock 你真正去查它的Mainpage的时候 它有SBRK系统物教 它有Map系统物教 对不对 这跟你想见这种例子是不一样的吧 对不对 而且它也跟什么 一个叫Private Enormous Mapping 所以可以想见 它背后还是有一个很复杂的机体的分享配置的机制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什么 像机体的映射 注意到 刚才讲这个要你稍微记一下东西 就是Private Enormous Mapping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机体映射 所以你发现整件事不简单吧 所以你看刚刚那篇文章说什么 5分钟彻底彻底理解 拜托我讲到现在我还没讲完 对不对 讲到5分钟里面的 只到里面的4分钟 好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在用这个Mainlock的时候呢 其实它需要很多系统物教 而且你为什么要常常查阅Mainpage 你看我这个Mainpage呢 这个东西呢 它好像写了很多页 注意看这个 这个它上面的时间很重要 它跟你讲说它是最后更新的时候 在2017年9月15号 当然这要看你的系统 就是说像这个Mainpage其实一直在改 为什么它一直在改呢 因为Linux也是跟着改 你看它跟你讲什么 在Linux4.7之前 这个记忆配置呢 如果说你使用这个Mainp 这个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说从4.7以后呢 它会受到什么影响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是怎样 这个是 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即便你对某些系统物教研究所 比方说SBRK SELAT 或者说MAP OPEN READ 如果行有余力 强烈的建议 你还是透过你的空档 去看这些Mainpage 你可以稍微记忆一下 你在什么时间点去看 像我个人来讲 我大概每年 会拨个大概两三天的时间 没有做什么事 就是看这Mainpage 看当年 或者说重大坑头改版的时候 那些对应的这些描述 有什么变更 那这件事很重要 你唯有对高阶东西了解人 你要从那个 从往下去钻 才有可能 因为你必须两个方向都要去看 一个是从上到下 一个是下到上 这两个都要看 但是你单独只看Core 其实你容易迷失 你随便去看那个程式码 你都会 不在这里看傻小 就是你懂吗 就是你这根本真的很奇怪 而且你看到程式码 也不见过被编译 就算编译也不会见过被 就是你看到 你看到程式码 不见过被编译到 就算被compile到 也不见过被link到 就算被link到 最终的 有可能被舍弃掉 那就算没有舍弃到 被执行 他有可能 只执行那一次 或者说 他执行的时间点 跟想象都不同 但是如果从头到尾 你没有去关注这些事的话 你就是推敲 举足 还有摸来摸去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好 那回到这边来讲话 所以注意到 就是我们讲到目前为止 其实呢跟你提到说什么 medlock 其实它需要对应到很多 对应的系统呼叫 除了这以外呢 其实我们呼叫完 medlock之后呢 其实作为系统本身 它不会配置那么大空间 假设我们medlock 假设我一开始要配置一个什么 比方说10MB的空间 这10MB很大 你要继续想想看 10MB需要多少的配置 继续想看 它其实需要非常多配置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作为系统 它不会那么快去配置这么大的实力 记忆体空间 它只是去更新 虚拟机体的 定值空间 所以注意到 它更新的东西是 Virtual Address Space的意思 它去标注 它甚至不会去做 立即做对应 那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 那它透过什么 透过PatchFault 注意到它会透过PatchFault 然后呢 Linux Kernel 有对应PatchFault的一个Handle 它才会真正去配置实力空间 所以这个策略称为叫什么 叫做Copy and Write 注意到Copy and Write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常见的技巧 这个技巧在哪 就是讲说 我需要的时候 才去配置空间 所以我平常在 没有这个要更动内容的时候 其实这样 我只是顿一道 某个空间 因为我没有真的去变更 所以我就是 尽可能用 善用现有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 最复杂的部分 实体配置的过程中 最复杂的就是PatchFault PatchFault的处理 那我们在看PatchFault之前 现在帮大家 复习一下 PatchFault 注意到一件事 如果你有考过 参加过台湾的研究所考试 你知道很多东西来到台湾之后 就会变得很奇怪 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去参加台湾的研究所考试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其实台湾 其实对我来认知 台湾的绝大多数的学校 都是记忆班 对不要怀疑 什么公立学校 什么一流学校 基本上都是记忆班 你说培养什么记忆 培养考试的记忆 培养揣播 初题老师的记忆 所以你去想 一本书 像你这个白算盘书 你的恐龙书 或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 你想一件事 初题者 能够出的题目 一定是有限的 一本书这么厚 初题者绝对只出其中一部分 他不可能每一页都初题 因为毕竟初考的 而且要考虑到另外一件事 台湾的研究所考试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二十年前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 我们成大之工的研究所 成大之工研究所 那个时候背取 是背一 背二 有时候是零背取的 也就是说 公布的这么正确名单 全部都会来 而且那时候 成大之工是很有guts的 成大之工的研究所考试 时间跟台大之工是同一天 所以这摆明说 你只能选台大之工 或者选成大之工 所以你看 我们那时候 我们二十年前的成大之工 还是OK的 反观 这不能讲太多了 这个万一 系组人听到就不好了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新来研究所 是怎么样 我到我七年前 回到成大教授的时候 我就吓傻了 这个我们背取背到多少名 我们背取背到两百名 然后我那时候就问系组人 说 那请问我们研究所 是招了五百人吗 为什么会背取背到两百名 没有啊 我们已经是没有背到两 我们招生没有招两百人 没有招五百人 我们招的很有限 我们才招一百多名而已 那为什么背取背到两百名 再讲一次 我们名额开一百多名 但是我们背取背到两百多名 有一年还背到将近三百名 所以你算看 决大读书政局都不来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这个我不是说我们学校变差了 而是说 很多时候 你懂吗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变成模拟考了 对不对 就是缴个一千块 一千五百块当个模拟考 也蛮划算的 那所以变成说 我们在研究所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该考证就要 就是我们我们成大的那个考试 那个什么考试时间就要比 很多需要找 你知道吗 就是赶快赶快考试 赶快放榜 所以有些学生就说 我已经录取成大了 OK了 所以我就不要去计较什么 轻大怎样 台大怎样 有些学生会因为这件事留下来 尤其南部的学生 所以你看我们初考卷就很尴尬 就是初考卷 要考虑什么 要超快可以改完 你要想 就是说 我读书的时候呢 20年前我读书的时候 这个研究的考试呢 这个 放榜时间其实是很久的 这个放榜时间呢 其实要 大学教授 有一个月时间可以慢慢改 就放榜的时候 就是考试到放榜 也许隔一个月你知道吧 还有更长的时间 但是现在不行 一定要两个礼拜 甚至更短 有些学校 像我们学校就规定 七天半要改完 我天哪 你知道我们有一千多人 在考试 一千多份考卷 要七个人改完 所以真的 我那些同事真的很辛苦 拉回来 所以就说 你要知道 所以我们初题怎么出 当然是出好改的 对不对 对吗 所以这是一种最佳话 所以最重要 所以你在台湾的学习 就会遇到一个尴尬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 就是page 4 所以你看 我们在台湾考试 page 4 基本上也是必考题 对吧 那问你说page 4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今天 你在考试上 你在那个什么 你在那个研究所考试考的 那个page 4 是哪一种呢 你看 Wikipedia上面 研究所有三种 有minor major embedded 但是呢 研究所考试 通常只考这一种 叫做major 然后来看一下major page 4 考过研究所的同学都很熟了 刚刚这个时间点 很多的同学已经考完研究所了 好 major page 4 它是有什么 有作业系统的设路 而且呢 它会涉及到 secondary storage 就是像这个disk啦 或是什么网路啦 之类的 所以它会涉及到swapping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我要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disk的空间 把它跟主机体 把它交换 对不对 所以你会涉及到swapping 所以这个是考试 很喜欢考的 为什么 因为很好改嘛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 你如果跟我的同事一样 要改一千多份考卷 你怎么开 对不对 你就出一个 何谓page fault 对不对 因为我们预期学生回答就major了 对啊 所以我们就改考卷干嘛 就是 就是先画几个 第一个什么 有没有作为系统的字样出现 有没有disk出现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demand page出现 对不对 demand 或者类似词啊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叫demand 然后呢 有没有什么 什么这个process page table 对不对 有这几个关键出现 就打勾 但是你注意一下 其实呢 page fault有三种 第一 对不对 实时有两种 实时有三种 我有忘记几统 但是 所以你看 我今天有minor major invalid 现在讲invalid invalid 你一定知道 invalid 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 像你基本上看到一个东西 叫segmentation fault 你没有想过一件事 当你在写西元程式 写程式时候呢 会有这个什么 比方说你这个写到一个 写到一个什么 那个 对一个nial pointer nial pointer 做一个存取的时候 对不对 它会遇到一个segmentation fault 但去思考一件 为什么它这个叫segmentation 所以你要想 这个东西呢 跟另外一个梗是有关的 就这个梗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在程式 在执行的时候 但我从执行打 不管它什么样的执行打 从EF 从Java 反正很多 在Java来讲 在Linus来讲 只要有设定一个bin format 对不对 Linus就可以找出对应的程式 去把这个程式摘起来 并且执行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过了 我们有提过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process里面的一个面貌 对不对 就是这个面貌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明确规范的 该是机械码 该是这些instruction 就是在text 该是data 就是在可读可写的东西 就是在什么 在这个data segment 那一般来讲text是read only 它不能写 那data呢 它是readable writable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 这是keep 这跟刚刚讲的动态机体配置有关 所以你要去思考 就是说 如果我动态机体配置的时候 我配置的空间压到这里来 或说我去存取一个0 你要知道 这个是高位置 所以你看这边会有一对f 0在哪里 0在这里 所以明明0在哪里呢 0在这个右边那个区域 0明明就是 它也不是text也不是data也不是bss 所以它也 它是不可读 不可写 就是不可读 不可写 不可执行 但是你硬要去执行怎么办 就遇到说 我的趋势错的 因为这边是 可读 可执行 这边是 可读 可写 不可执行 所以我在那边操作的时候呢 都是在 合法的secondation 但是如果你去存取这个now pointer的话呢 就是不可存 就是违规的存取 好 所以我们刚才再回家讲这个patch fault 所以你就注意一下 所以patch fault里面有一种 你一定知道的东西叫做 就是会导致segmentation fault 对 像这个 因为呢 这个地方导致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MNU的设定里面 它既不可写 也不可读 也不可执行 但是我偏要怎样 我偏要去执行 对吧 就会导致这样的错误 好 那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呃 这个东西完完全取决于什么 作为系统 好 完完全取决于计算机的结构 好 完完全取决于当下的状态 反观 如果你刚好 你那个地址 如果刚好是可写 刚好是可读 可执行的话 那 你硬要写一个now pointer 你硬要去执行它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 好 注意到 完完全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当下的状态 跟那个环境 当然 多数的作业系统 是把这个地方 多数 你看注意到这句话 多数的作业系统呢 在 它会去设定MNU 去把标出这个区域 是不可读 不可写 不可自信 以避免 now pointer导致的错误 所以这样的东西 我们称为叫 invalued patch faults 好 那当然 那个invalued patch faults 课计里面也要一个对应的什么 一个对应的handle 好 然后接着我们讲一个 常常人们会忽略 但是跟我们机体管理有关的 这叫minor 注意到绝大多数的 台湾的大学的研究所考试 都不考这个 注意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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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考的 因为很难改 好 minor在什么呢 我们还记得刚才不是讲到这个lazy allocation 对不对 我们刚才还不是讲那个copy and write 还记得吧 看一下 好 注意到的copy and write这个东西呢 你会在大量的linus kernel 不只linus kernel 你会在大量的系统软体 大量在意校围的地方 好 因为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 lazy allocation的精神 跟他的具体表现 好 就是 这其实各位都很熟悉嘛 尤其你当学生 什么东西都要读 对不对 国文重要 重要 英文重要 重要 同学重要 重要 不重要 反正你可以讲出一堆重要 谈恋爱重要 当然重要啊 对不对 你喜欢女生一听到被你讨厌的男人 骚扰 对不对 你心里很痛苦 你读不下书的 对不对 这当然重要 但是 你回家问什么 对不对 妈我想要谈恋爱 对不对 妈说可以啊 你考全班第一名的时候 我就可以谈恋爱 等你考全班第一名的时候 你妈决定会讲说 你很棒考了 全班第一名 可是你没有全校第一名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总之呢 就是说 其实呢 各位 都很熟悉 这个是什么 Lazy Allocation 好 Lazy Allocation 之所以要能够成功 它背后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叫做 Minor Page Force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因为呢 我们先答应很多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答应说 我这个 这样大的空间 我去配置 这个地方我也去 让它讲 去存取 但是我真正 存取的那一刻 其实是比较晚的 好 再讲一次 我一开始先去Claim Claim说我要那么大的 我要宣称我要存取那么大的空间 但是往往呢 你看哦 你May Lock 你May Lock一个 100Mb的空间好了 不是100个Byte 是100个Mb 我们讲 讲个比较简单 讲 1Mb 也就是100万个Byte 可是呢 你会在May Lock之后 把每一个刚才配置的那100万个Byte 每一个Byte都足以存取吗 绝大多数不会这样干 对不对 你往往都是配置完空间 然后过了很久 才用了其中的某个部分 所以你要一旦要用完 接触到 存取到全部的那个 100万个Byte的空间 这种机会可有 微乎其微 所以往往做一些东西 做一个很有趣的策略 它去设定 注意到 这个东西需要通过MNU的配合 所以注意到 这个需要MNU配合 所以在每个MNU 做Major的Page 4 都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差异 所以再讲一次 Linux在做什么事 Linux是一种抽象 把这个硬体行为包装抽象起来 所以对上面来讲 我不用管 应用程式我不用管 我到底配置什么 反正我就呼叫Major 反正我去看Major的解释 看它回应的抽牌 还是成功还失败 然后我直接讲结论 结论就是说 在多数的时候 Linux得到的回传值都是成功 哪怕有个值很不合理 你自己可以写程式看看 你配置一个超大空间 比方是配置一个什么 10000 x 1MB 这么大的空间 往往你会得到成功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 像刚才讲的 做一些种 它会去做这样的一个 假设 但是注意到 这个假设是有理论根据的 如果说你去读一些论文 OSDI跟SYS SOSP 这些那种 做一些种顶级的论文 其实有很多研究指出 这样的策略会有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有问题 所以可能会需要一些策略 然后背后就需要一些 很复杂的一些数学原理 所以你可能知道 就是像柏松分布 甚至你要知道什么 Macro Model Macro Chen Hidden Macro Model 那些 那些统计工程数学人 也会遇到的 其实这个东西必须量化 因为作业系统 它的存在是来解决问题 所以一开始人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是没有数学基础的 没有花那么多数学信息 但是作业系统 毕竟它是一个刚性需求 在电脑科学的领域来讲 最重要的软体 一定是Compiler 因为没有Compiler 人们写成是很困难 但是第二个重要的软体 就是作业系统 因为把这个硬体的操作 把它抽签化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东西有确定是 它在需要的时候 插紧看到这个东西 注意到这句话 这个是跟MNU的设定有关 所以作业系统告诉MNU说什么 说我可以在某些page 某些区域说 你不用急着一开始就把 不用急着一开始 存取那个机体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它要载入到机体 我要在存取的时候 要接触的时候 才去做这个对应 所以如果一开始 这样的一个对应 这样的一个virtual address 叫physical address的对应 它没有建立的时候 那它就触发一个minor page 但是minor page 4的成本是很低的 因为minor page 4的成本 主要是在Linux上 主要是做一种上 要去走访哪边的free page 注意到这边有没有这样的free page 这边free page 对应到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free page 所以注意到这个有什么free list 这个是我们在 同样名字叫做 机体管理的第二个部分 要来探讨这部分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些 sla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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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 这些呢 其实它就要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这个 free page list 所以这个你可以大概 可以想见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的minor page fault 发生的太频繁 会有发生什么事 那当然效果会责除很大 别人说 因为你看 我以前存取机体的时候 你会预想说 我的user的program 存取机体应该都在user mode 但是因为一旦触发page fault的时候呢 看到 注意到 page fault handle 它其实在kernel里面 在linerskernel里面 所以你会怎样 你存取一旦 如果你的minor page fault 常常发生 你会user space的层次执行 执行一下 然后就跳kernel 那kernel就说 没事没事 安民又设定好 回来 存取到一旦 又有finals section 再跳回来 又跳 所以你可以想 这个东西对象人 冲击很大 可是呢 问题来 你又不可能 时时刻刻呢 就把这种 就是时刻呢 把这种对应建立好 因为你时刻把这个对应建立好 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你会有很大的弹性啊 别人说 你那maylock也好 那些free也好 你会不会没有弹性 你一天到晚 做什么操作都要去问说 我是不是真的有建立对应啊 所以你就 要花很多时间判断 你的maylock所花的时间 就会非常长 那你同你的free 也会非常长 因为你不能只是标注说 这个区域没再用了 我之后再回收 不行 我就要当下立刻把它释放 把它回收 否则 我下一次maylock会失败 所以注意到 这就是一个取舍 那这个东西在不同的作业系统 像这个 VNS 那 你可能知道就是 VNS是digital digital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作业系统 就是 注意到 digital这家公司 不是只做那个 不是只做硬体 它自己也有一套作业系统 这就叫这个就刚刚讲的digital 所以他们比方说有这个什么 那个PDP-11 Vax-11 这都是当时很有名的这个足迹 但是呢 这家公司除了做硬体以外呢 它其实自己有开发作业系统 其实注意到 在这个 在1995年以前 可能95年 就是1995年以前 又开发 又开发硬体 又开发作业系统 甚至开发自己的编译器 这是很常见的 比方柯达 不要怀疑就是那个 就是面临倒闭那个柯达 伊斯曼柯达 你要知道一件事柯达安导玩 柯达是做相机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相机 其实它需要很多 运算 什么白平衡啊 然后它有很多很复杂的功能 所以呢 以前柯达呢 它除了做相机以外 它自己也做 也做处理器 这倒很简单吧 因为 当时的很多电脑的 很多CPU的处理能力 没办法符合柯达的需求 因为柯达的需求是很特别的 所以柯达自己要开晶片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如果去查一些资料 你会发现柯达自己也有 除了自己有开晶片以外呢 它自己也开发作业系统 它也自己有自己的CPU 就自己的CPU结构 它当然就遁印到CPU的 至于自己的Compiler 所以它养非常多人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好 那回来就是说呢 这个OpenVS 就是VS后续的 因为后来这个Digital 这家公司就被卖掉了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在每一套作业系统的行为会不同 好 所以我们之后呢 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 讲这个什么 这个MindPageFault 跟这个FreeList 它是有很大的关联 然后注意到 这个东西对效能的充填很大 好 那为什么我们不关注在Major 或是Invalid 因为这个道理简单 因为Invalid就是 你懂吧Invalid就是 作业系统有办法给一些通知就可以 不管透过Signal 像这个 像Linux上 你会看到什么Signal SignalSegv 告诉你SignalSegv SignalSe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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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者说在Windows上 会透过一些 一些 一些 IP机制去通知你 那不管是什么 这个其实不用管 因为这个责任是在 还是这样 这个责任是作业系统的Handle 更大的责任是在Programmer 对不对 我常讲的话就是Programmer的这个数值不好 对不对 就是 就是 就是因为习语人 是假设你是成年人 对不对 他假设你是成年人 所以给你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空间 但是你要耍笨 你要自杀 我不管你 好 那同理 Major也是一样 就是多半的时候呢 我们去看那个Performance 是不用管 Major的PageFault 因为一旦遇到Major PageFault的时候 就算不懂电脑的人也知道 为什么 你看到你硬碟一直在转 看到硬碟一直在 在什么 这个灯一直在亮 那个系统变得很慢 这个你不用管 但是真正会影响到效能 往往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要去想 就是多半的时候 我们是有这个 Lazy Allocation 我们是有这个 这样的策略在 可是你忘了发现 这个效能很差 我们电脑上有Caching 我们电脑上有Step 我们电脑上用的演算法 没什么大问题 为什么还是慢 所以你看到 我们以前很多时候 学习的时候 我学习一个资料结构 我学习一个演算法 很多时候人们就觉得 我拥有资料结构的知识 我拥有足够充分的 演算法的认知 我就可以写程式了 这OK 但是你往往写不出好的程式 因为好的程式 除了要有考虑到 程式执行的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还要考虑到这些architecture 还要考虑到 作业系统之间的互动 这也是为什么 你要有这些充分的掌握 我也是这几年 就是写程式这几年 我就真的在这方面感受很深 所以我陆续开一支相关的课程 那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page fault 所以还在帮大家复习下 有什么 minor major embedding 好 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说呢 我们要去看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所以你看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呢 最少就会在什么 在minor page fault 发生 当然major page fault 也会发生 之后我们不特别讲 我们这个 机体管理的部分 我们会分好几次讲 就是我们先讲 我们先讲那个minor的case 然后之后再讲major的case major的case要搭配swap一起讲 swap是另外一个坑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当我kernel在处理page fault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linus kernel里面有一个page fault的处理器 这个翻译成中文不太好 中文讲处理器会以为是processor 不是我们讲handler 好 所以就说page fault的handler 那它的这个 它是在kernel里面 那我linus可以存取到哪些资料呢 它可以存取到 在哪里发生什么 发生这个 发生page fault 那所以它可以知道地址 然后呢 它可以知道这个发生的原因 然后呢 它也可以知道当下阵理器的状态 然后如果你回想一下 linus kernel有个对吗 有个kernel panic 你回想一下kernel panic长什么样 好 给大家信赞一下kernel panic 注意到 kernel panic这个东西学问可大了 等一下看一下 好 像这个 我看这个东西 好 你看 这个前面是透过print可以印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 这个是时间 透过print可以印出来 这个时间 然后呢 注意看这个东西 它跟你说kernel offset 然后这个东西怎样 这个东西呢 就是遇到一个问题 就跟你说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它没办法mount这个root fire system 所以你看到 这个kernel panic在这里 可是你没有发现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为什么它知道code trace 什么叫code trace 就是说 当我在发生问题 是在这个 问题的点 所以你看到我可以一层一层的看到它的那个前因后果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 你要去想 那当然有人就说简单啊 另一天 kernel一天到晚 在记录这件事 错 如果kernel一天到晚就是跟你去执行程式的时候去追踪说它的code trace 那我执行程式的成本是不是很高 再讲一次 如果你为了要让kernel在停止运作的时候 kernel在无法再往前运作的时候 你要能够印出这个code trace 你为了这件事 去在每次founding code都记录说前因后果 这代价实在太高了 所以事实上code trace 它是在什么时间点被执行的 注意到 code trace被执行的时间点 就是在page fault handle上面去执行 所以刚才那个例子来讲 如果在Linus kernel内部 遇到invalid的page fault 那kernel就会做一件事 因为他既然知道我在哪个地址 我也知道原因 然后我也知道暂停性状态 所以我就可以从暂停性状态去回推 回推说谁呼叫到我 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件事呢 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言这个讲座里面 我们有介绍到这个function code 我们有跟大家介绍到一个 有一个指项目叫做什么 叫做韩式呼叫片 那韩式呼叫片里面呢 韩式呼叫片里面呢 里面有个东西叫ABI 注意到不要小看这碗页 这个你要了解Linus kernel 要了解很多东西 甚至要对什么 不知道开了哪一个了 好吧 就是你要了解一个叫 你要了解一个叫做 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叫Calling Convention 就是说像这个 我们在每次function code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变动的东西是在什么 是在整个process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区域 而且某个区域里面 注意到这边有加个百分比 是那个什么 表示暂停器 所以你看RSP RBP 这个东西会记录什么 记录说在我这个function之前 就是我在这个方形之前 其实我有个stack操作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有这个stack frame 那这个东西它都是暂停器 都放在暂停器内 所以你看RSP 我一旦能够知道 我发生什么 发生crash 发生embedded这个时候 我去干嘛 我去从这个暂停器去回退说 谁呼叫到我 那我就可以知道我上一层 那我知道我上一层 会去知道我上上一层 所以我就会一路这样走上去 那这个东西是有这个 这个东西我称叫unwinding 这个不是bin unwinding 然后这个东西给你一个提示 你可以这样去搜寻 可以找到好多资料 然后就是什么getunwinding之类的 这个是stackunwinding 就是它一步一步 我从暂停器去找它stack 那从stack去看它stack frame function code 我们这个一路一路的它观点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哪怕只是要得到刚才看到那个画面好 就那个什么 还记得刚才的画面好 panel panic 画面好 其实跟page 4 handle是用很大观点好 好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讲座先跟大家介绍到 就是第一个部分介绍到这里好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想跟大家介绍这个swap 好 就是接着来探讨这个swap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major page 4 它自己在做什么好 然后在第二部分呢 我们也来重新来探讨什么 swap 我们刚才讲body system 故意把一些细节讲得很很含糊 请你原谅吧 因为那个东西不能一开始跟你讲太多 会吓到你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这边就会在第二个部分 我可以开始跟大家介绍body system 会跟大家介绍这个swap 然后呢这边会介绍slap slap 所以注意到你看snob 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出去很久了 这个这个是什么 90代就就就很成熟了 注意到 所以它为什么叫kain locator 你大家猜出来 对不对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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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备合时间是那一票的开发出来的 然后呢 这个很有趣 就是unis 它用了很多策略 其实都是很阳村的 某个角度来讲是很简陋的 比方说我们讲first fit 你会知道在这个作业系统的那个配置是什么 best fit 跟first fit 这个best fit 跟first fit 对 这个这个 名词的解释很容易懂啊 对不对 就是我去找 找什么 找我不管我怎么去切构的区域 我找到第一个符合的 好我就结束了 好 那你说 first fit 会不会有什么flegmentation 那种碎片化的问题 会 好 那best fit 什么 它就是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 我不是只是要找到目前这个物件 我要找到 我让后续物件的存取的时候呢 减少 减少 减少这个碎片化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有趣的地方是 往往呢 很多时候呢 first fit 听起来好像很阳村 听起来乍定之障 好像很多问题 往往 它是堪用的 它其实对于那个 frontation 的状况 其实还可以接受 所以 你们看到像恐龙书 或者其他文献人指出 其实first fit 来讲 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堪用的 那如果你去对照 first fit 跟best fit 它花了也算把它复杂度 其实差异很大 first fit 我刚讲过 它其实写程式超容易写的 它就是 你写个回圈 开始去找 这个区域找不到 就找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去找 可是 face fit 不是 它不是找到某个区域就停下来 其实它要追溯 它甚至需要额外的表格 额外的一个 这个资料结构去追踪 我该在哪一个区段去找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虽然 Unis 采用了 正确说法是 传统 Unis 采用了很简陋的 first fit 但是很多时候它是堪用的 然后你看到 stab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时空背景 它很多策略是很简单 它没有花很多心思去想 但是在stab 之后就很不一样了 stab 花很多心思去做什么事情呢 花很多心思去考虑Cash 甚至开始有一些 percipio 注意到我们 我们这边讲的这个 percipio就开始考虑要多核 你会看到它最经典的一个策略在哪 经典的实作 就在Soraris上去实作 那Linux对 受到Soraris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知道Soraris它其实是 是BSD Unis内票 就是Unis内 它是Unis的正统传人 就是那种 它是很纯粹的 就是 不是很纯粹 很正统的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当年是跟 Bear Lab 后续的那个 USL 就是这个 Unis的那一套家族 是很 就是一脉传承下去的 但是Linux是完全独立的东西 就是完全全新的发展 但是Linux很多设计 像是Soraris 是受到Soraris很大的影响 然后你看到这个 这个很有趣 Benchmark Branding 也就是说 你今天做这个Benchmarking 你密集的 去配置释放 配置 就是 因为你做Benchmarking 会做重事 释放配置释放配置释放 这种Case它会很好的表现 但是呢 再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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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b Uncued Ellocator 这个名字很讨厌 就是知道我们解释到 为什么它是Uncued 它里面有个很奇怪的东西在里面 好 所以呢 知道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Stab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针对 像前面讲的Neuma 针对 还有针对这种线性处理器 还有很多行为 做一个调整 然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它有想法去降低这个碎片的状况 Stab 虽然它最小的物件春雨是很有效率 但是它对这个 碎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然后你要知道 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 即便呢 从2008年好 你看相对时间比较新的 但是呢 其实往往这个东西是不太够的 在某些情况下 就是在 在我们这个第二个部分呢 也会花更多 花很多心思跟你讲的不同的情境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 我们在城府大学就有遇到的例子 怕各位不太知道 我们在 我们在 两年前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 我们发射一个QB-Sat 就是一个 一个小型的能造卫星 那这个东西是QB-50 那QB-50是 欧盟还有世界很多 很多学校 帮助成功大学 通过计划 就是说去发展一个 科学研究用的这个 能造卫星 所以 呃 成功大学也是 这些学校的其中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在两年前成功的把 我们的人造卫星打到天空了 所以这个 其实对于 呃 我们学校的老师 师生是很大的孤 因为 孤血的城市是在天际上出现的 所以 哪怕你最后没什么成就 参与这个机会还是有好处 你可以跟人家说嘴 对 你可以带着 把妹的时候就说 欸 把妹的时候看着星星 带着女孩子 看星星 哇 你看我的城市马在哪里 我的城市马是在这个天际上出现的 然后隔壁女孩子可能会对你 崇拜表情 屁啊 怎么可能 人家会说你的村子多少钱 对 你的股票多少张 好 那回来就是说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这个 以这个人造卫星来讲的话 就是说 一旦我们如果要导入Linux的话 就会遇到一个很大问题 是什么 因为 那人造卫星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hot real time的系统 好 就是real time 好 就是说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 呃 real time的设计来讲的话 很多时候就跟平常系统有大不同 好 因为它我们在意的不是快速 我们在意的地方是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 好 它要是deterministic 也就是说 呃 就这里哈 highly deterministic 好 所以我要做任何操作 我要求不是快 我要的是说 我在时间内就要完成 好 我可以慢 但是呢慢也要慢告诉我说 最差情况是多少 好 我们不是要的是 呃 什么base case这样多少 不要 好我们要的是说 我们在worst case 还是可以在一个time period完成 好 这样子我才有办法设计 比方说 我每隔多少时间要去更新资料 好 从地球的跟从地面上更新资料 啦 我每隔月实在 我要回报什么资料啦 我要去跟呃 呃 要去重新计算的位置 好 甚至我需要推进 好就是我要去修正我的轨道 好 甚至我要推进 好 甚至我要一段时间去要 回报我目前的一些例外状况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尴尬 一旦涉及到动态机体管理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个悲剧 这悲剧是什么 因为在令的市场 多半的时候呢 动态机体管理都是很快的 但是某些情况下它就很慢 好 这就不符合什么 不符合这个Riotan要求 那注意到我们这边 举的词叫做mission critical 注意到 这又是在Riotan里面最 等级更高的 什么叫mission critical 就是说像这个 像这个什么火箭的啊 那个什么或是这种自驾车 他必须要对特定的事件 要做出一个什么 很精准的判断 他如果没有办法在 纸巾的时间内判断的话 他就失败 或者说像那个自驾车 他没有办法在纸巾的时间内 回应的话 人命就不见了 这个是一个 这个动辄 是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家破人亡 那还有可能会动摇国本 什么叫做动摇国本 你要想一件事 如果你上了车 在美国出了意外 而且 而且是 而且是对美国的政府 对你上全系列车去索赔 你上明天就垮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背后的不是很多银行团 也跟着遭殃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从家破人亡到 到国难当前 都会发生事 那当然 我们要知道 我们设计软体的话 就要考虑这个事 所以过去人们怎么解决的问题 很酷 过去人们的解法是 我就不要用动态经理管理 但是呢 在今天来讲有点困难 比方说像我们这个 你可能知道有个计划就是ARC 就是我们台湾的发展火箭 我们在发展ARC的时候呢 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可能 每一行程式码都是自己写 我们一定用一些现成的open source 东西 可是 现成的open source 里面一定有一部分 是用动态系列配置的 我们不太可能像NASA 或者像那些其他的火箭计划 是把那些动态记忆体的东西 改成不是动态记忆体管理 这是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件事 所以为了这件事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做一个很有趣的策略 就是说 好,我们还是尽可能用open source的东西 从底层的linux 从上层的一些open source的library 我们都是用现成的 但是呢 我们针对一些会影响到这个performance 影响到这些determinism 就是让系统不再是deterministic的条件 把它排除掉 所以你可以去看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为了这件事去开发一个 全新的memory allocator 就是让这个确保说系统 能够在自己的时间内去完成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 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达到这个 NASA的concreen 其实你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不是底层打一个什么NASA page 就可以解决了 不是,你要一路从底层的什么 linux kernel 有什么pre-endRT的page 打进去 然后你在library层面 要引入这个 我们全新设计的一个 memory allocation的机制 然后上层的开发 当然也是要花一定的心思去处理 即便你只是做到这样 这样还是不见得很快符合Liotein 对不对 因为你有可能在某个环节 比方说什么 某个地位专门写好 就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这个是在整个mission critical的系统里面 很复杂 那给你一个提示 这个地方 compiler 你们也听错 compiler有办理重要角色 compiler的重要角色 compiler的重要角色是什么 因为compiler会编译程式 compiler也可以干嘛 也可以分析程式 再给各位做个参考 这个是我们在去年发表一篇论文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设计一个数学模型 就是说我们去年发表一篇论文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设计一个数学模型 对标外也就是15可爱的数学模型 你们看到这些图 这个不是只有在计算理论才会出现的 我们有一些那种抽象模型 那么这抽象模型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抽象了一个特定的一个处理器 比方说我选定的Codex M 然后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形式化验证 然后而且这个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最终要做的东西是 是验证Linux 但是验证Linux是很复杂的 你要验证一个2300万个程式码 这个很困难 所以为了这些事 我们先开发一个小型作业型 叫PicoRT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像Linux 它有些API就跟Linux很像 所以我先去验证一个很小的作业系统 而且是做形式化验证 又把它数学模型 然后搭配一些对应的这些 compiler的工具 能够静态去分析这个程式码 然后我们先去验证完这个东西 再把这些成果去把它应用在地上 所以我是一步一步的做这个 就是做这个我们称为叫Model Chicken Model Chicken的这个机制 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 因为这是一个在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很有限的资源 就是很有限的资源上 然后尽可能重用这些Open Source的成果 但是还是可以确保说 它能够达到Mission Critical 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其中 记忆体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在这个 记忆体管理的这个部分 在地域管理的这个第二个部分 我也来跟大家谈讨论议题 那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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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